文字幕志愿者 原来自汇備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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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nore thereimany 混血 應該快快好不好 那個100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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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联席会议初期委员16人 以主法定人数 好 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 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内政司法及法治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事录 时间105年3月21日上午93分至1021分下午2030分至3059分 地点红楼202会议是出席委员林委员德福等27人 列席委员刘委员赵豪等35人 列席官员内政部政务次长陈纯敬等 主席黄昭及委员昭顺 讨论事项第一案之第七案 审查行政院韩庆审议政党法草案等案 本次会议经委员黄昭顺等说明提案要指 内政部政务次长陈纯敬报告 委员林德福等19人提出质询 均经内政部政务次长陈纯敬等 及其答复说明 另有委员段一康等三人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请相关机关令以书面答复 决议一 报告及寻答完毕 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 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 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 二 第一案至第七案 令定期继续审查 散会 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议事录 有没有错误或遗漏 没有错误或遗漏 我们遗事录确定 进行讨论事项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 请秘书宣读 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三案 审查委员陈廷飞等20人 民进党党团 委员陈廷县等17人 拟据地方制度法第46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列席的官员 内政部 陈威仁部长 民政司的林清旗司长 中选会选务处庄庄国祥处长 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 杨坤桥法官 杨法官 欢迎 另外法务部法治司的宋文宏检察官 好 谢谢 我们现在来进行提案说明 首先先请民进党党团提案说明 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各位列席官员 我本人今天请代表民进党党团 对于地制法4644提出修正案 我想对于这个 我们修正案主要内容是把 整个政府议长选举乃至于 包括乡镇市代表主席 这个选举 以去改为记录投票 那为什么要改为记录投票 当然这是一个政策选择的问题 我在这里 本期在这里谈 这个绝对是一个政策选择的问题 那为了健全地方制度 以及为了确保 民意代表 这个民意代表的不可收买信 而且要说这个废险的问题 要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为了贯彻政党政治的理念 那我们都同意都知道 地方的议长 副议长选举 来自于乡代表主席选举 常常有废险的介入 是造成地方制度上面 整个废险的温船 温船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 这是属于地方资质的阳光法案 那当然你要抓费险 事实上非常困难 除非用动用到院子文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台湾地方资质持这么久 我们共同事物来思考 要如何把地方资质 资质上面最底层的一环 把选举彻底改变 让政党政治的理念能够彻底观测 所以这种政策选择就绝对由来大家共同来思考 那这里面比较重要一点就是说 我看内政部所的报告 有提到宪法129条问题 那本期在这里绝对要谈就是说 本条的修正 绝对不涉及违宪的问题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宪法129条规定很清楚 有关于这个本宪法所规定的各种选举 除本宪法有特别规定外 所以宪法规定的选举 是属于普通平等 直接无纪明的选举 那宪法所规定的选举是 以普通平等直接无纪明 那我们这里要采纪明 是不是有违宪 那本应在这里要揭示的就是说 因为有关于议长会长来自于 这个代表会主席的选举 会宪法所规定的 所以这一点违宪 违宪上面是 的疑力是没有的 那宪法对立法院政部院长的选举 它是有规定 它才宪法66条 它只有写说 立法院政部院长选举要负选支 所以我今天这里揭示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把 你们违宪的疑力 大家先以去除 因为议长会长选举 代表会主席的选举 不是宪法所规定的 这一点我在这里严明再宣 那因为在这个地方我想 我希望各位委员同仁 大家共同来思考 台湾立法自制度上 立法政治上面 如何走向阳光化 让整个政治的理念 能够予以彻底观测 这是本期在这里代表 民党团 首席的 最主要的六一支 在这里也请各位委员能够予以支持 现在请陈廷飞委员提案说明 谢谢主席 我想我们的修法方向都非常的一致 就是未来怎么让我们政府议长选举 在于量票一个责任政治的范围规定当中 可以予以确认 甚至可以让他是在法的位阶当中 予以授权处理 那我认为说 其实今天在整个案子 我们应该看到 在2015年1月15号 检查总长颜大和 为了要统一法律的见解 也就是对于政府议长选举量票 有罪无罪的问题 其实在各法院都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也有判有罪 也有判无罪 所以呢 在2015年1月15号 颜大和检查总长为了统一法律见解 所以在2015年提起了非常上述 那最高法院也做成了决议 在9月份做出了决议 认为议员投票选举政府议长 只涉及议员个人政治意念及理念 非国家机密与国家事务无关 量票不构成公务员泄密罪 应该判决无罪 同时也驳回了 颜大和检查总长的非常上述 所以如果依照这样子的一个 最后的决议 最高法院的决议很清楚 这是对于内部有产生效力的 也就是说 在之后类似 议长选举量票的案子 中审各刑事庭都会做成无罪认定 即使下几审法院如果判决有罪 也必定遭最高法院撤销 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么在我们法的部分 其实很多法界人士也应该 应该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处理方式 而不是在每一次选举的时候 就要大出阵仗 包括检察官 调查单位都全部要全员出动下去搜证 搜证之后最后又判无罪 那不是劳民伤财吗 所以我们认为说 在直辖市市政府议长还有县市议长的重新改选 这是全国百姓瞩目的焦点 而且所有的政党它都会推出一组候选人 而且这一组候选人等于是对于选民交代 我们希望说所有各政党的民意代表 它是透过民主程序所产生的 当然它也要被监督它所有的投票行为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整个投票行为在监督的前提之下 应该在于我们的地方制度法第44条第46条要予以修正 把我们政府议长的一个选举 能够列为记名投票 也就是说在整个互选的过程当中 它是可以量票处理 这是代表对于自己的政党 自己的选民的交代 所以我们希望说 引用非常上述的一个做成决议 希望能够在我们的地方制度法来预修正 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是今天 看到内政部的说明 不但是用了宪法第129条的规定 所揣述的部分 还有在所有的内容都只是不移 那我要问那怎么处理怎么解决 如果不移就不处理 那未来在政府议长的选举当中 是不是也要面临我们地方制度法 跟我们法界的一个最后判决的不同 然后饶民伤财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 应该要在今天尽速修正通过 让我们政府议长的选举 可以予以量票 可以记名投票 让我们所有的政党政治 变成是一个负责任的责任政治 好 谢谢陈委员 跟我们委员会报告 那个部长 下午有事 那个部长 那个几点你回头 那个几点 那个 我跟委员会建议这样 我们今天的议程 因为部长下午两点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一定要去 所以 部长的时间 算一算应该是 下午一点一定要离开 那假如我们审查办案 我就建议说 我们就中午继续审 把它审完 然后给部长离开 假如没有争议的话 假如没有争议的话 对对对 因为部长要行照 尽量啦 那如果部长要照的话 我还要照的话就继续来吧 那我问你 没有他有次长的理议 我是希望说 如果没有经历 我们早上 所以要全部中途 继续开会 给大家报告 对 部长也没这个 对 对 因为那个 诶 你那个是新百姿嘛 对对 对啦 那个活动很重要 一定要去 部长本人要搞 对 我就尊贾 我那个空情 对啊 空情 对啦 对啦 空情 那个 公祭啦 一定要去嘛 对 好 先跟委员会做以上的报告 接下来林俊宪委员 谢谢主席 各位同仁 台湾的各县市政府议长选举 及各乡镇代表会政府主席的选举 其实长期以来 充满了会选 严重影响到各级民意机关的形象 我们不能昧于事实 这是台湾民主的耻辱 从每一次的政府议长或者是政府主席的选举 金钱暴力 借入传闻不断 也让司法单位啊 疲于奔命 所以 我们应该要来杜绝这种现象 再加上 2015年 最高法院已经针对检查总长的非常上述 做出明确的宣判解释 政府议长 以及各乡镇代表会政府主席的选举 它并不是 宪法 所规定的 秘密投票 因保护的选举行为之范围内 而是 各民意机关 的议事行为 所以 量票 并没有违法 最高法院的解释 非常的清楚 所以本席 暂时提出 我们应当要来修正 地方制度法第44条 及第46条 我们应该要明确的规定 将地方议会及各乡镇代表会 政务首长选举 及选霸制度 改为 记民投票 以杜绝 选举 以杜绝 汇选 暴力 金钱收买 同时 这也有利于各政党 彰显党纪 让各政党的党纪 更可以强力的要求 同时 也让 民意代表 必须向人民负责 让人民知道 你的投票行为 对于台湾的民主 制度 这是一个 阳光法案 本期在此 做以上说明报告 谢谢主席 好 这个我们接下来 请陈部长说明 主席各位委员 大家早安 首先 对 这个陈团 陈廷安 陈廷辉委员等 委员提案 有关修改 第四十四条 及第四十六条 条文 本部的 处理意见 给大家做个说明 第一个 本法第四十四条 以吴志明投票 的规定是 依国人长期以来 对于 对人才无记名 对事才记名的 投票认知 并参照 县法第一百二十九条 相关的规定 锁定 他立法的目的是要保障 投票权人 自由意志 能免于不当的干扰 这是我们之所以 这样的看法 请各位做参考 第二个 才记名投票 固然可以使投票者 负担政治的责任 并贯彻政党 政治的理念 但是 要达到这个目的 也可以由政党 寻党籍 约束或 妥认 进行 候选人 提名等方式来处理 再者 地方制度法系 各级地方 立法机关 一体适用 而 以一百零三年 选出的地方 名义代表的 党籍来分析 乡镇市 民代表 以无党籍 居多数 一例采 吴志明投票 对于 未经政党 推荐的 地方名义代表 是否有其必要 似乎可以再行考量 第三 本部成就此议题 在一百零三年的 七月四号 召开了专家学者的 这个座谈会 多次的议会者认为 改采 记名投票 上期考虑 对于目前 查查 汇选 保障 投票自由等制度的 冲击 建立审慎为宜 要地方 政府议长选举 投票方式 也应该有 统一的做法 由中央的民定 不应授权 由地方的立法机关 来自行规定 至于是否删除 无具名投票的文字 地方议会 在我们征询的过程中 也表示 不一致的看法 由于各界 对于直辖市 县市议长 政府议长 以及乡镇市民代表 大会的政务主席的选举 罢明 障积民投票 是否可以达到 黄土 买票的目的 亦或反而有利于买票者 检验 仍有不同的意见 建议 贵会在审查的时候 能够一并的考量 以上报告 谢谢陈部长报告 其他单位有没有补充说明 假如没有的话 我们开始进行巡打 本会委员的时间 本会委员的时间要多久 10加2吗 10加2 10加2 这个非本会委员时间发言8加2 登记截止时间 我们在第一位委员发言员完毕之后 截止登记 请登记第一位的林德福委员发言 来 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委会的各位民意体 是不是请陈部长 好 部长 来 刘伟也好 部长你找 部长我几个问题来救教 请问部长 目前 这个开放大陆人士购买不动产 是否有 设限 做自助或 办公厅社的使用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那我请问 因为最近内政部 是我要修正大陆地区 人民啊 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移转不动产 物权许可的办法 是不是这样子 是 那我请问你 未来入资取得不动产后 只能自助 办公使用 那不得作为出租 这个若有出租事实的话 将要求去出售 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 那我则就是要汇除它的许可 是的 那我请教 据您所知 内政部已经 查获数件违规的案件 是我 委托 仲介业者 出租 还是自行出租 这个我 必须再想查 这个因为我不记得那么多 这样子 我希望你想查以后 再把这个资料给我 好不好 也给本会 那 部长我请教你 这个 我想 内政部啊 报告提到 国人长期以来 认知的是 对人 采取 吴继明 对事 采取继明 那 此外 宪华第129条规定 这个 本宪华所规定之各种选举 除了本宪华 别有 这个本宪华 别有规定外 以普通 或平等 直接 及吴继明 投票 之方法行之 那 其立法目的 当然是 为了保障 投票人 其自由意志 免于受到 不当的干扰 但是对于 行政院长的 不信任案 总统罢明案 是否成立 现行 法律采取 继明的投票 这样没有错吧 是 似乎已经打破了 对人 采吴继明 的原则 那究竟 现在的民意 对民意代表的 投票行为 应该如何来监督 您您看 我刚才在报告里面说到 这个采吴继明 这个投票的方式 固然可以贯彻 政党的意志 但是看到我们现在除了持辖市以外 一般的县市 还有我们乡镇 他这个无党级的这个民意代表的比例还是相当的高 那么这些他们希望能够如果一例记名的话 是不是反而没有办法尊重他们自由选择这样的一个权利 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第二个我们也担心就是说本来大家之所以希望采季明投票是希望能够防止汇险 但是大家也知道如果采季明的话 那如果是不是这样反而会 也另外有一个效果 就是说你说了人家钱 那人家就知道说你是不是投了谁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考虑 会不会造成说因为季明投票 造成暴力跟金权的介入会更严重 这个是在我们去年座谈会的时候 有专家学者也提出这样的抗法 因为你将来就是要让议长 就是或者院长主持议事能够中立 那这个是否能够违纪 我想要是说今天以这个净明投票 这个我相信啊 这个有待上去 为什么 因为你要让议长能够中立化 那今天要是说他亮票以后 他不是支持你的 那在未来整个议事的运作 这个会不会产生一些偏颇 你的看法呢 是的 我想议长 是中立的主持议会 那我们担心的就是说 改了一个制度 是不是更好 那在改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审慎的 多听各方的意见 在上回我们邀请的这个座谈会里面 其实也有地方的民意机关来参加 他们的意见也没有一致的看法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议题 可能还要寻求更多的共识 因为那个部长 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本席认为说未来要是说采取 纪平投票 固然可以使投票者负担政治责任 并且贯彻政党政治的一个理念 但必须要请各位委员 我想大家要考虑到 一例采取吴俊明投票 对未经政党推荐的 这些民意代表 是否有其必要性 就像无党籍的 对不对 因为依照这个前年的 这个103年 九和一选举结果出来 还是选出地方民意代表的 无党籍的分析 乡镇市市长 以及这些市民代表 是不是无党籍居多数 是的 在103年的这个资料看起来 在县市议员的部分 无党籍的占30% 那乡镇民代表的部分 占65% 所以说我认为说 这个无党籍人数还是占多数 那这个民进党到底有多少 国民党有多少 这个我没有进一步的分析 我认为说其实 因为他没有经过政党的推荐 他出来参选 你要是说今天一定要让他 这个就是量票 就是好像这个计名投票 我认为对这些无党籍的也不公平 那这个 请问司法院代表今天也没有来 因为检察总长颜大和 对高雄啊 那个部长 对高雄议长的选举量票 这个提案提起非常上述 那这个最高法院 已经在2015年9月1号 做成一个决议 认定说议长选举量票啊 不构成公务员的泄密罪 那也不回会场上述 那是我等于是议长量票 变无罪 那个司法院 那个请上来 目前就那个个案由于那个检察官通常都是以这个 泄露秘密的这个罪名来 来这个起诉啊 所以就秘密的部分 最高法院的决议是认为 这个已经不构成是 那个刑法上所称的这个秘密 所以是无罪的 无罪 那既然驳回 是否等于是 这个议长选举量票无罪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就单纯的量票这个行为本身 法院是认定是无罪 那至于有没有其他 譬如会群或其他因素 那个就是要看检察官起诉的范围 那因为那个最高法院的统一见解 做了以后 有很多的议员量票 是不是因此签结不起诉 有没有这档事 这部分是法院部检察官的知询们 事发院并不了解 谢谢 那个好 部长 是 你要是说统一见解 他量票没有罪 那其实 这个等于是说未来 你在整个议长 甚至于代表会主席 等等的这些选举 这个你量票 等于是 你想量你就量 不想量你就 这个 我为什么一定要量票 人家是无党级的 我凭什么要量票 要记名给你看 对不对 量票等于也是说 我就 这个 让你看到说 我就是 投你这一票 那个部长你说是不是 因为这个对于最高法院的见解 我们不便表示一见 但是 其实 宪法里面 129条 在选举上 他是主张 这个要秘密投票 要平等 要秘密投票 那么 这样的方式 这个他认为 不违反公务机密 那我想这是法院的见解 那个部长 因为民进党 他们有提的这样一个修改地方制度法 第44 46条 将地方民意代表 机关 政务 首长的选举 罢免的方式 由吴济明 投票来修正 这个 作为济明投票 那其中一个修法的理由是 避免虚耗 国家司法资源 但是随着最高法院的 判决 决议 议员量票 不构成公务员泄密罪 那今后的选举 政务议长时 也大可大大荒荒量票 那请问 此次民进党 修改这些 这个地方制度法 有关的吴济明 投票 这个 是否有 还有意义 因为 这个 今天中选会也没有派人来 有有 那个部长 你看他 同选会上来 来来来 因为既然可以量票 你如果把它改成说 这个济明的投票 有没有意义 中选会的立场 你们看 我跟委员报告 我个人看法是这样子啦 现在因为 宣报是直接选举 他有规定要吴济明投票 那吴济明投票 宣报另外有规定说 投完票之后不可以出事上人 那你出事上人 就有罚则规定 两年以下有去徒刑 那地方制度法 现在规定的精神也是秘密投票 他切了是没有选办法 这个投票之后不可以出事上人的罚则 那既然 这个有人都经过 这个最高法院 而且 这个已经确定说 这个刚刚我有特别提过的 都可以 这个等于是量票 那等于是也是济明投票一样 对不对 那济明投票无罪 那你说 这个为什么会需要国家的司法资源 那中学会你认不认同 就是说 一样 因为有一些无党籍的 我凭什么要敬明投票 因为你以后等于是让整个议长或者院长 选出来的人 他要维持意识的中立 因为他看到你说 我这个 你有没有投给我 作为未来 这个 这个他 这个 这个行使他的权力的 有没有中立化 这个会有偏颇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跟委员报告 没有错 就如刚才中选会所说的 如果我们维持现在的 秘密投票的方式 那么应该在地制法 适当的地方 加上一个条文说 你投完票不可以出事他人 这样的一个 而且有相关的法则 这样才完整 那现在因为 没有这个法则 所以 量票也没有罪 那这样是 但是两个制度各有利弊 我刚才讲 其实各有利弊 大家就是要 去做一个选择 那你认为说 这个 我认为说为慎重举荐 在 103年11月29号 不是有举行一个9合1选举后 在问各地方议会的意见吗 对 对不对 那有办法在520前 再问完各地方 这个议会意见 然后再请这个内政部跟中选会 来针对他们的一个看法 来做一些斟酌的意见 我们可以在 正式的 在韩文给 各个民意机关 然后请他们 就这个议题 来表示意见 如果委员希望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是认为应该要 最起码你要征询一下 你要让议长 主持议事 能够中立化 那你不要说 其实这个 你要是说真正记名投票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后遗症 那我认为说 这个改修改这个 还是要审慎 这个当然正反都有 我不是全然反对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黄昭顺委员 我想请那个部长 然后请中选会 还有我要请法务部 应该有人来吗 都上来 我先把这个去年7月4号 柯建民委员 在我们立法院 我们要投 监察委员选举的时候 他讲的一段话 我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 他当时这样子讲 他说我们国会要投票 一定要民主 一定要注重民主机制 所以他提出一个 很卑微的要求 这也是以前 我们曾经朝野协商 投票的时候不量票 而且要最严厉的态度 遵守自主投票的民主机制 这是去年 我们在国会 投票监察委员的时候 民进党的党团 对国民党所做的要求 我想这一段历史 大家应该记忆犹新 当时就是规定 大家一定要投票 要民主 国会自主 要民主规范 一定要按照宪法 129条的规定 不能够 量票 一定要秘密投票 这是去年 那我现在要请教中选会 就是 我们的宪法 129条的规定 就规定得很清楚 本宪法规定各种选举 除了本宪法 另外有规定以外 以普通 民主 平等 直接 吴敬明的投票 那议长选举 就是 人的 名的选举 所以保障选举的 公平竞争的特性 应该以吴敬明的方式为之 我请问 这几个提案 有没有违反我们宪法 第129条的规定 跟委员报告 我觉得宪法129条规定 它本宪法所规定的选举 应该是总统 副总统跟立委的选举 那这部分原来是在宪法的本文 现在在宪法真的一条文 那另外宪法的 124 126 分配对于县市长跟县市议员的选举 规定是由人民直接选举 那所以这些才是 那人民直接选举 像人民直接选举的这个部分 也是要吴敬明投票 而且要秘密投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是不可以把手机带进去的 对不对 对 可不可以带进去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的原因是什么 要确保投票的秘密 这个确保大家投票的自由跟秘密 这个我们宪法的所有条文都规定很清楚 那我再请问 当时高雄市议会发生 就是有几个议员量票 结果被送到法院去 对不对 那后来在最高法院 警方本来提出 说要提非常上诉 要请最高法院有统一见解之后 又有问题 那当时法务部长说 不排除申请大法官会议来解释 请问我们有没有请大法官会议来解释 那本中学 有没有 那个 没有 他们没有 他们那个时候 因为这一段历史我不太清楚 但市长说 来请市长说明 因为当时 当时他们那个 当时的法务部长讲得非常的清楚 说 要请大法官会议来解释 最高法院的判决有没有违宪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报纸 那报纸写得很清楚 新闻 那所以本席想知道 法务部后来有没有去请大法官会议做解释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 我个人目前了解是 目前是没有 还没有 说有这个讯息 对 那不过 到底实际上有没有提出 当时部长对外的讲话 我想大家都记得 对 那后来他有没有申请 你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 你不要打电话回去问 问法务部的部长 看他有没有对这个做申请 好我们再了解再跟委员报告 没有你现在帮我问 因为我们今天要厘清这件事 好 如果你们没有 本席还是要求法务部 因为这个很清楚 当时那个判决之后 法务部长正式对外这样子讲 正式对外说 他要提出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所以本席现在正式要求你 因为你今天既然是代表法务部来 你就要清楚的知道 法务部在这个过程里头 他所做的各项攻防 因为当时包括那个 检方还提出非常上诉 那非常上诉的最高法院的见解当中 跟我们检方显然当时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 所以才会有非常上诉这件事 那本席现在想知道就是说 这个非常上诉 有没有 这个非常上诉跟最高法院的见解当中 如果是违反到我们整个宪法的规定的话 大法官会有下来 那今天这个整个的提案根本就没有讨论力 没有自主的余地嘛 那如果完全都没有的话 那本席就要求 所以等一下请你打电话回去 好不好 那再来我要请教 部长 因为这一次提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在全世界各地这件事 我们现在所知道 大概全世界的国会的选举 大概只有美国是记民投票嘛 对不对 是 那其他的国家呢 我们这里掌握的资料 包括日本韩国 还有英国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澳洲 的一些州 大概都是采吴季明的投票方式 都采吴季明投票 是 那本席要再请教你 你现在对我们国内的各个议会里面的席次 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 或者是五党籍 或者是未来可能有清明党 甚至有时代力量等等 那本席要请教你 以现阶段来讲 五党籍在普遍在各个议会里面 我举例好了 嘉义 民主进步党几席 民主进步党几席 嘉义 民主进步党 议员的席次 不好意思 你没有去了解 对对对 要再查 我这边手中 因为我手中的资料 我不确定 是不是对 所以我要请教你们 台南是五党籍的有几席 争议最多 最近是台南嘛 对不对 十几席 你也不知道 我的手中台南是十席 五党籍 清明党是一席 所以 如果我们每一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或者我们每一个提案里面 我们都充满着政治的算计的话 我觉得就会把小党的席次 他们应该有的权益 可能就被剥夺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能也助长了 我们说要遏止这个会选 会不会会选的情况更严重 保障会选 这个也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座谈会里面有委员提到说 那这样刚好可以检验他的这个会选是不是有照约定 这个当然这个也有是不是也因为这样 这个是有一些见仁见智的看法没有错 我再提一个 最实际的 就是宜蘭 宜蘭这一次民进党是当选十二席 国民党当选十一席 清明党当选一席 五党籍有十席 结果是民进党当选 请问部长 如果大家都用这种方式来选举的话 你我们是不是千万了 五党籍 清明党 他们在整个投票行为上 应该可以有的主张 我们能不能就讲说 他们也去会选 这个其实这个案例也是 所以后来是民进党当选 的确有些这个不是多数的这个政党 那么他们也会选择跟这个其他的政党合作 或者是开放投票的这个方式来处理 也就是说开放给党员这个自行来 按照自己的这个意志来投票 那么我刚才特别报告就是说 以乡镇市民代表来讲 全省现在五党籍的还是多数 五党籍还是多数 五党籍还是多数 多少 赞多少 65.5 65.5 就是所有议会的 这个乡镇代表也是65.5 所以比例上算是非常的高 在现实议会的部分是占30% 30几 也比例也是很高嘛 是是 除了立法院以外 其实包括议会 包括乡镇代表 无党的连 无党的席次都很高嘛 对不对 其实您刚才虽然地质法不规范立法院 但是立法院也是最高的民意机关嘛 那立法院现在也是采吴继民投票了 好 那个我看检察官好像去打过电话回来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回来给我说明 我看你走回来啊 没有还没回复啊 还没有回复啊 因为那个业务师他们还没有给我们回复 好那还没有回复没关系 所以本席在最后这个时间 本席要提醒部长一件事 我们任何的提案 第一个不可以违反宪法的规定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一定不可以侵犯小党的权益 我们不能说我们在整个国家制度里面 无党就附庸在哪一个政党里面 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 大家说需要一个阳光法案 能够保证说什么 呃 大家都不会选 我们也不能够说 会选的事情 应该司法单位 本来就要努力去做的事 防止会选 所以不管是地方的选举 或者是人民直接投票的选举 我们在会选上面的要求 这几年是相当相当的高 而且也必须要努力的去做它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一逆就会食 因为赖清德我们就去改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非常的奇怪 如果说这样子讲的话 那宜然这个怎么办 宜然这个算谁的条款 那嘉义又这个又怎么处理 所以我想相对的 包括我这里有彰化的席次 彰化 五党籍也有11席 国民党24席 民进党15席 所以并不是说民进党过半 或者是国民党过半 或者是 五党籍他们 所有应该有的权益 都要为了赖清德一件事 而去做这个整个的 违缓宣法的一个改变 所以本席要求部长 中选会跟华务部 请你们如果华务部那边 还没有申请大法官会议做解释 请内政部主动请大法官会议解释 可以吗 跟委员报道那个业务师回报说 目前还没有提这个事件 还没有提出 当时我想从去年一直到现在 部长在电视上明白的 我再把电视的那个记录再调出来给你 我请你回去跟部长讲 跟他说 说了就不要忘记 说了就要做 而且这个是牵涉到我们整个 选举制度当中 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请 那个宋检察官嘛 对 回去再跟他反映 部长 市長跟你说什么 他是在说这个因为 那个要视线不视线 因为这是官协会议他打拐 最好还是由法务部来 还是由法务部 所以宋检察官 本席正式在跟你要求 请你今天回去请法务部长 提出来请大法官会议做解释 以上谢谢 好 接下来莊瑞雄委員 主席 主席 我请我们内政部陈部长 部长 还有我们中选会的讲处长 都一起上来来 法务部法治司啊 我们的宋法官 你是部长部还是那个 部长部 部长好 部长好早 处长好看 这个啊 在本委员会啊 在答询啊 我期待各位官员真的要拿出你的专业 不要买白灰啊 哪怕说 在整个国会问证里面 每一位立法委员会提出不同的一个看法 我要来请问部长 你认为 现行的 这个法律的一个规定啊 这个法律的一个规定啊 说到底这个 吴敬明投票 要把它改掉 那变成是 敬明投票 你们认为违宪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 现在是这样啊 议会的 政府议长选举 并不是宪法所规定的 啊 选举 啊 选举 所以 他 啊 我们没有说他为宪 所以嘛 我们只是说 啊 宪法对一般选举的 这一个 皆知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我觉得 要改变这样的一个原则 必须非常的慎重 好 那个宋法官 部长的讲法 这个我倒可以接受了 刚有人一直在谈 要提起非常上述 甚至要申请大好跟会议解释 用你的专业来告诉 国人呢 这个地方 哪一个部分 违宪要去提起 大好跟会议解释 第二个 本案如何来提起非常上述 你来告诉我 我想那个 申请施线这个部分 因为基本上 它应该是针对 我们确定判决所适用的法律 认为它有 违反法律 在宪法上的规定 我们大好跟来做一个解释 那就 那个 那个议长量票这个部分 它适用的 的法令 是 可能是 主要是 检察官起诉的话 是刑法的规定 那所以啊 宪法的规定是那个 可能 在判决中 或许有引用到 宪法的规定 那就这个部分 可能 因为之前的情况 可以申请 早就申请 是 那可以提起非常上述 早就提起了 上网官 你怎么下跪 提起非常上述 报告文 有 有 是 确定判决 认为 被告无罪了 是 你 检察中长如何 提起非常上述 你程序上 马上被 被 就告文案 把他给搏掉了 跟委员报告 这件事有 提起非常上述 那 最后法院 也因为这个 非常上述的案子 他们有 先召开过一次 刑庭会议 我们目前知道的讯息 是这样 你可以 可以告诉我一下 为被告的不利益 是 原审判决 譬如说在二审就定验了 无罪判决以后 你检察中长 如何针对无罪判决 来提起非常上述 我想这个 最后法院 如何 他胆敢不从程序上 把你给搏毁掉 我 目前了解的是说 因为非常上述 针对确定判决 他到底跟那个 二审 是不是二审 他一定是 非常上述一定是针对 确定判决 那个是最最最最最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条件啊 对那是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 那个原审都已经给你 判决无罪了 那如何来 检察官 检察中长如何针对 呃被程序 被告的不利益 来提起非常上述 会不会过来吗 我想这个 从我目前手上的资料 是最后法院 确实对 针对我们提起非常上述 有做实质审理 然后并且有表示这个 这个 这个他们的 在判决上的意见 然后实际上 他应该不是从程序上 把这件案子驳回 你们那个是在讲啊 上级审 跟二审之间 判决两期 要去 藉着这样的一个提起 非常上述 让最高法院去做 统一见解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不要去做一个误导啊 其实本席啊 提出一个问题啊 部长啊 是 你的想法 你们 你们 去年换主委时 有一个场合很好玩 本来 你们是主张说 很多你们的党代表主张什么呢 主张说 这个哦 要 吴季明投票 你还记得吗 换主委时 有 有这样主张 有 有 结果呢 你们这个处理过程里面啊 你们那个会议主席 你们那个国民党啊 那个副主席林峰正才是 你怎么知道 举手表决 对 要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在讲说啊 这个投票的行为啊 到底是要对谁 它是一个人民团体 跟这个大概不太一样 对哦 你就讲对了 本案啊 涉及到啊 憲法第129条里面啊 他所谈到的这个选举啊 吴季明啊 我们在 政府议长的一个选举啊 他到底算不算是一个选举 都是一个大问题哦 没错是不是 是 现在他不是选报法里面所明定的 所以说嘛 任何一个法令的一个适用啊 如果定在那里定送的 违反也都没关系的 那你这个条文要做什么 那叫法律 那叫都倒掉了啦 你有感觉吗 所以我正在讲是说 现在如果是要维持这个 吴季明 建议说应该要有 对这个 这个量票这要有一个 法则啦 要有相对应的这个规范啦 规定啦 但是没错 现在 规定说吴季明 但是 法院这名解算 又是说 量票不算你妨害秘密罪 所以这 这形象是有点困难的 我跟你说 部長 我们大家要照片 我们听到都会爱笑啦 国民党的说话就很简单 你们国民党现在有多进步 你知道吗 都说 这 这些公民进投票所里面 投票要记名 要量票 这些都 那些进投票所 一记名量票 都违反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 甚至我刚刚又听到你们在谈说啊 如果买票的人 就能监督被买票的人 等于量票 可以助长买票 听起来都这样闹口令 可是感触很深啊 为什么感触很深 国民党都买票 要整百年了 现在大家在选择 我觉得很没意思了 到底 这个投票的人 被选出来的人 权力来自于哪里 要收到监督 没有错 但是 我们也要知道 选民 并没有 政党 没有啦 选民 选出这一个民意代表 不代表 都是 你这就是 预设立场的一个反射 你要说的就是 民进党的投票出来的人 民意代表 你就要 效忠民进党 国民党 效忠国民党 可是很多人都是无党 我知道你的概念 对 可是啊 我党的人 他的权力来源 是来自于人民 人民也可以监督啊 那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预设立场 我也不预设立场 以前 各有利弊 我刚才讲说 这各有利弊 以前你们 你们很大栋的时候 你们很爱量票 现在 我们比你们更大栋 大家也认为 量票也不错 所以想法都会有重叠啦 笑出来 我就知道 所以不要在那边 哭吏罢 我说话很实在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线刑法的规范 当他没有办法去规范道 我真正去违反你的时候 子 去盲藏法律 没有用 所以我刚才讲过 如果 如果維持吳濟民投票應該要有相對應的這個禁止他出這個量票的相關的規定跟罰則 所以你們剛才在說啊 我看剛才黃教授議員在說 2014年立法院行止監察院人事統一權 國民黨也說要量票 對不對 你要量票的時候我們就說你們破壞民主制度 所以到底大家不要說啦 那個惡性循環不好啦 你看美國聯邦政府他從那個美國聯邦政府從第102屆開始 他那個參眾議員舉行所有的議案的投票 拍謝 都用陽光 議案的部分我們主張是記名 議案的部分 但是人的部分 過去的一般處理原則大概就是不記名 所以說 記名為例外 在議會跟在立法院裡面 這一些投票行為啊 他到底算不算憲法第120條所講的 這個都還是一個大問號啦 所以你看我們這樣說到我們兩個都有共識啊 所以說嘛 所以我會覺得說啊 應該去思考的 應該去思考的就是說 從你的權力來源 去做一個真正的正本清源 老百姓把我們選出來 老百姓把我們選出來 老百姓把這筆回到哪裡去 我覺得這不是壞事啦 我個人也認為這樣才真正對得起我們自己的選民 這樣才是背負著人民的托付 公開 給陽光知道 陽光進來讓老百姓知道 都是好事 所以我在想啦 部長這個案 其實 行政部門啊 也不要過分的去做一個抗拒啦 一時一時啦 我們只是把各利幣啊 我們把各利幣收給大家聽啦 尊重大家委員的決定 所以說嘛 所以我看部長這樣就 大家都變成比較開放了啦 不要過了幾年 那政黨沒有什麼人有多大的啦 因為國民黨以前有四分之三的 過了三分之一對不對 過了拼過半了對不對 現在就在野去了 誰知道 現在最強大的政黨 能有多少年 所以正本清源就是說 做一次要做改革 啊不然 沒事 嘿 議到議長的選舉 大家又開始揮啊 大家又開始煩惱啊 檢調 就開始在那裡看 開始拍 那個待會兒 什麼人量票 待會兒有招票 這個都規範這個齁 司法機關無端的去介入這個 沒完沒了 我認為這樣 本席認為這個也不好啦 謝謝 好 接下來陳毅結尾 對 十加二 主席 邀請陳部長 好 陳部長 委員好 部長早喔 過去民進黨少數在在野的時候 一天到晚都說 黨藝不要凌駕民意 那現在呢 為了修這條條款 有人說這有可能是 賴神條款也好 李全教條款也好 甚至是所謂的什麼 面子條款 我們都不要管啦 好 可是剛剛我剛剛還特別聽了一下 本席認為今天的修法 其實是民進黨的不謙卑條款 為什麼我這樣講 剛剛聽提案說明的時候喔 有委員說這次修法是為了彰顯黨紀 那這個意思我聽不太懂 是不是代表說只要違背民進黨的黨藝 就都要修法 我聽起來是像這樣子啦 就剛剛他提案說明的時候啦 所以我想聽聽看部長你的態度 你覺得 其實 其實是所謂的不謙卑條款 其實修這條的有一些主張應該來自於說 有一些政黨的民意代表是不是違背了黨藝 然後如果透過記名的話可能比較容易監督 第二方面也就是要促使選民知道說他所投出來的政黨的 這個某一個政黨的民意代表他投給誰 他們的主張是這樣 但是我們在提醒大家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要考慮到這個小黨的這個權利 因為小黨他當他不夠半 他也需要跟在某些議題上 他跟其他的這個另外一個政黨來採取合作 那如果大家都記名的話 是不是對於未來的這個其他在小政黨的這個運作的空間會限收 因為他某些議題他可能跟這個政黨合作 某些題目他是跟別的政黨合作 那這樣的話會不會影響 這也是我們擔心的地方 所以部長其實剛剛就是回歸到我講 其實我想聽看你的態度 因為大家都說 清明黨現在好像聽成說 像我們剛剛莊委員說搞不好哪一天哪一個政黨 也會輪替變大黨或怎麼的 但這個我們不提啦 但是我現在就針對這樣子一個態度來說好了 就是說黨議不能去凌駕民意識 之前就是民進黨在在野的時候不斷在強調的一點 那現在外界有很多人都認為說 其實這個是特定的條款 就像我講的 那我們不要說是什麼面子條款什麼條款 但是一這樣子他們是 現在地方首長幾乎都是民進黨了 對不對 那你覺得 我覺得這是不是可以說成不謙卑條款 說真的啊 因為就像你講的 小黨其實或許他們提出來的人也 或許今天民進黨或者是國民黨提出來的人也很優秀 今天小黨在野黨都有可能去支持啊 也有可能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嘛 那是不是如果有一天我們想支持人 然後這樣是不是對於其他政黨也是一種壓力 就是說那我也要亮票給你看啊 看我投給誰啊 那這樣子看起來他們完全執政之後 其實就是整個就是不謙卑的一個態度嘛 所以我要問你說這樣的條款 我們可不可以解釋是不是不謙卑的條款 因為我現在想聽的就是部長你的態度嘛 我剛才特別說到其實我們現在尤其在葉基層的這個民意代表 他沒有黨籍的這個比例很高啊 那你為什麼一定要他這個記名來表達他的意見呢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也過度的影響到他的自由意志 這個是 所以部長我這樣聽您的意思就是說其實基本上民進黨團的這個提案 你應該是也是不支持吧 我是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OK 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部長我想請教啦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剛剛有說啊 量票不等於就是會選啊等等的這些 剛剛也都解釋很多在 委員在答選的時候都有提到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那你認為量票法制化 是不是可以解決地方議會 買票會選的最有效的一個手段 我覺得維持吳紀明投票的話 要把這個相關的這個禁止量票 這個條文跟相關的法則要加進去 這樣才完整 所以他應該要再把相關的法則再加進去 可是為什麼因為為什麼跟你討論這個 其實量票他的動機其實有不同的動機啦 對不對 雖然政黨為了維護紀律 但是可以要求像民進黨說 我可以要求就是政黨紀律 所以你要量票 但是黨紀不能完全排除利益勾結的這個部分嗎 你同意吧 所以而且市議會的生態其實跟立法院的生態其實也是壁壘分明 也不見得一樣 所以量票無罪也不表示讓齊約受惠的投票行為去取得合法公開 自政一約投票的一個依據 你認不認同 是 我們知道這個現在各級民意代表 這個除了縣市鄉民代表以外 那麼立法院也是我們最高的立法機構 雖然他不屬於我們地制法或者相關的這個想法法裡面規範的範圍 但是 現在立法院也還沒有改 立法要改 我們是想說 如果從中央到地方 大家都採取同樣的一個方法 那不管是採記名或者不記名 大家一體來試用 可能大概會減少一些 這個大家不必要的爭議 部長你剛剛講到試用這個問題 我們再回歸一下 我等一下要問另外一個態度問題 你看 如果以後政府議長都改成量票 那我覺得看起來好像是幫助會選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讓行賄跟收賄的都有一個依據 就是我給你看我給你 那現行的狀況我們是不記名 所以如果真的有會選的這件事情 我相信司法單位一定會介入調查嗎 如果要用這個條改記名 這個理由可能不完全 這個是大家都同意的 所以記名我不是說不可以 但是就是剛才講 用這樣的理由來說 是這樣減少這個會選 可能大家意見還不一致 所以有沒有可能助長會選的選風 是不是助長 你不要說助長 就等於是說 就是你剛才說的沒有錯 對啊 這個收了人家錢 那我就可以驗證 你有沒有投給我 那這個這樣的話 也有人這樣主張 這個是對反會選是沒有幫助 好然後接下來你剛剛我們講到太多問題 就是說如果以後市議會地方選舉 政府市長的選舉也要亮票 那這樣子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以後議員可以亮票 記名不是亮票記名 那一樣嘛意思一樣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以後選民可不可以也亮票 就說譬如說選總統好了 然後我高興選給誰 我以後走出去我就說 那我支持宋主謙我也可以亮票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今天感覺起來好像是 選議員亮票記名好像是無罪喔 那以後選民有可能說 你都這樣做啊 為什麼我不可以表態 因為為什麼我這樣講 其實這個就像你剛剛說的 其實這不是國家機密嘛 沒有違反什麼國家機密的問題 是個人傾向的問題 就一般所謂的投票行為的問題 那選民未來可不可以亮票 對不對 他也可以選擇他可以亮票 這就是我剛剛想要跟你討論的 就是說他亮票也無罪啊 因為畢竟憲法跟刑法都保障吳敬明投票 那這樣子他的 他保障這個地方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既然以後市議員亮票都無罪了 其實這個就是憲法根本的精神 他希望能夠尊重 這個選舉人 他的這個秘密的 選擇的這個自由 那所以以後選民如果這麼做咧 到時候要不要背叛 譬如說他之後去投票 但是因為現在的法律 現在的法律有罰則啦 現在選辦法有罰則啦 但是您剛才的邏輯上是會有這樣的 對啊因為你如果未來要這樣一致性的這樣子走 那這樣子選民也有他個人傾向的 就是投票傾向的權益啊 對不對 你不能說只不約束地方的市議員 然後或者是包括未來的立法院的政府議長的選舉 那選民呢 這道理是一樣的嘛 因為都 邏輯上是一樣的 對啊邏輯都是一樣的啊 那所以我想問一下部長 那以後如果選民這樣做的話 那你說就罰則 那這樣子怎麼有理由可以罰他 你們都這樣做啊 那選民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對啊人家就會挑戰這個罰則的 對啊 所以我就 對這個正當性 所以你覺得這個部分也是不合理的嘛 對吧 所以我想請 因為你剛剛也有提到就是129條的部分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你剛剛說他也沒有違反我國憲法第129條的規定 你為什麼這麼覺得啊 因為他不是這個憲法所規定的選舉啦 他不是一般的 但是憲法他不可能每一樣選舉他都系列或 所以才有 他是一個綱要的問題嘛 就是一個最主要的一個概要的一個問題 他不可能說 把他納入說每一樣都仔細的名列的寫得很清楚嘛 不過這個就像好像我們人民團體也有選舉嘛 那人民團體到底你用產選方法 你本身機關也可以做決定了 所以在第129條他說本憲法所規定的各種選舉啊 他也沒有講說是哪一些選舉啊 那除本憲法別有規定外普通平等直接跟吳敬明投票的方法 他認為應該是這樣嘛 所以部長你不能說520再見了你就覺得好像沒有灰色空間啊 你覺得是不是也有灰色空間 不是這個是我們 你剛才聽到我實在覺得這不太像你做態度啊 我講的是說 這是依法論法啦 但是從精神上來講 我們覺得即使他沒有名列 但是救人的選舉的部分 如果沒有特殊的理由 還是要參照這個憲法的這樣的精神 採秘密吳敬明的方式 對嘛所以他還是under在這個憲法第129條的框架嘛 不是你剛剛所回答莊委員的說 啊對做沒有關係 我認為它是一定的關係 因為就像我跟你說 憲法它是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綱要的問題嘛 而且它上面寫說 規定的各種選舉嘛 對所以你覺得是不是有灰色空間啊 所以部長我現在要問你說 他們的說法 我們不要說違憲啦 是不是就是在灰色地帶有走了好啊 我們在報告裡說明 沒關係你的態度的話 520內政部長不是你啊 你緊張什麼啦 我的態度就是沒有更好的方法 我覺得更多的共識以前維持限制 是可能是比較這個大家少爭議的地方 所以你覺得就是 我覺得要改這個記名可能還要有更多的共識 有沒有違憲 目前從依法來講 他的精神是這個不合 但是 違憲 因為他不屬於憲法所規定的選舉 所以你的答案就是默認是在灰色空間有種嘛 為特定的人是為特定的人 去做這樣子一個修法的修正嘛 認不認同 我想各有主張啊 不要各有主張嘛 認不認同還是各有主張 就等於我認同我的說法 就不謙卑條款啊 對吧 好啦 求咱要義暑啊 好 好 接下來蔡議員 請內政部陳部長 請內政部陳部長 我稍微問一下啦 你剛在回答我們陳委員的時候 你不斷的去強調說 在我們的憲法精神之下 你認為這樣是有問題的 那他進一步問你有沒有違憲 你又不敢說有違憲 那你 那部長你可不可以先稍微說一下你的立場到底是什麼啊 延續剛剛的那個話題 我的立場剛才說清楚了 就是說 因為他這個議會的議長 會議長的選舉 不屬於這個憲法所規範的選舉 所以 他是沒有違憲的 目前來講看起來是沒有違憲 但是憲法接觸的對選舉 對人的選舉 他都是採秘密選舉的方式 所以這個精神來講 我們要改變 所以部長你說強調的就是憲法129條規定嘛 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 採直接平等 不計名嘛 對不對 你說指的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憲法事實上在對人的投票 是全部都是採不計名嗎 是嗎 一般都是這樣 一般有沒有例外 憲法沒有例外 我現在沒有想到有例外 沒有想到有例外 那部長我跟你稍微報告一下 憲法徵修條文第三條 有規定關於行政院長的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 立法院的投票是 記名投票還是不記名投票 那是記名 記名投票 那這個是不是對人事的一個表示意見 但是那個是重大的這個 那人事就是人事啊 重大跟重大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那不是選舉啦 那是同一權的行使 對同一權的行使 但是那不是選舉 不是一般的所謂的選舉 那一樣嘛 他是 基本上他就是對於行政院長 他認為他 你可以講說是對這件事情的決定 那他本身他也有帶有人事性質啊 對對對 所以他在人事性質的時候 他就採取了所謂記名投票 所以基本上 憲法他本來就是規定的就是說 他所謂記名跟不記名 他就是所謂秘密投票的原則 那秘密投票原則就是說 儘量不要 所謂行使秘密投票就是 儘量不要讓 這個投票人 他在投票的當下 會產生不正當的干擾 這樣對不對 是 那如果在這樣的一個原則之下 我想要請問 在民主政治的代議政治 所接觸的 所接觸的一個 民主的一個責任 代議政治的一個責任原則 我要行使我對 政府議長的投票權 讓選民知道我的投票意願 這樣符不符合民主的代議政治 我也要說明一下 如果你是修法的這個 出發點是為了 讓政黨貫徹他政黨的意志 來約束他的這個黨員的話 我覺得 應該是循政黨內部的約束 為什麼你就要把他定義說 說政黨要約束黨員 我明... 那... 第二個 如果選出來的 剛才講過 我們有很多的 這個民意代表他是沒有黨的 他是沒有黨的 對所以我就 我就說內政部長 你一直繞在黨的這個議題 你一直繞在所謂政黨 那你就一直想像說 所謂無黨的 無黨的我投政府議長 我就不用表態 這是什麼邏輯啊 我聽不懂耶 不是啊 無黨的我一樣 對我的選民要有所交代 我說我對政府務長 無黨極的也可以說 我對民進黨所規劃的議長 我不滿意 那我對國民黨規劃的 我可以投自己啊 不是剛才陳委員就有提議 說那我們一般選民 那我可不可以量票 我可不可以要去 你怎麼會扯到選民 選民當然是不可以量票的啊 一樣是選舉嘛 你這樣就火太大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 代議政治 間接民主的一個投票行為 我在行使政府議長的投票的時候 該不該 我不認為 這個議長的選舉 是所謂代議政治 他這個 他只是一個單純的選 議員去選議長嘛 議長很重要耶 議長他是未來他整個主持議事 這跟代議政治沒有關啊 這當然是代議政治的一環啊 主持議事當然是代議政治的一環啊 部長再跟你說啦 剛剛喔 這個莊瑞雄委員去談到了說 過去喔 這個不記名投票齁 是為了防止會選 你也想抽 你也抽啦 我還說那是一段日子 你知道嗎 過去地方齁 不管代表會 不管議會選舉齁 差不多民進黨都沒有拚啦 兩組人都國民黨跟武黨的拚啦 國民黨的也買啦 武黨的也買啦 所以在當時的實況環境之下 就是為了杜絕會選 杜絕因為每個人都賣票耶 而且還會重複說耶 我這個也抽我這個也抽 在當時的情況之下 就是為了杜絕會選 所以我們才規劃了 吳靜明投票 在當時喔 你不知道現在 時代已經走到哪邊了 現在這個時代 已經有很多議員 他們有足夠的公民意識 因為人要賣票的時候 他會拒絕 當他拒絕的這個同時 他這個拒絕的意思 要怎麼表現出來 就是要記名投票 只有透過記名投票 才可以真正在現階段 現階段已經不像過去了耶 兩組人都賣票 但是反面的意見也會認為說 那收了我的錢 我就會驗證你有沒有投給我 一樣的 這個是兩面都會有這樣的解釋 那好 所以 所以部長我跟你說啦 這也 我們還是要再去檢討 就是為什麼我們檢察官 我們檢察官抓會選 永遠抓不到 他都會拒絕票 如果我們現在已經確定了一個原則 就是說 如果 他 他沒有收錢的 他要行使他的 他沒有收錢的意志 所以他記名投出來 那如果你認為說另外一組他 記名投票 會讓那個會選可以展露出來的話 會選可以展露出來的話 這就是檢察官的責任啊 所以兩件事不能把它混為一堂啦 沒有錯這個 會選跟量票是兩回事 會選 會選是現在的法令上 也不會因為你有沒有量票 而作為他是不是抓會選的意見 對 部長我再跟你講啦 我們再確認啦 部長問你一個問題啦 你認為國民黨在議長選舉的時候 比較會買票還是民進黨 這個我不知道 我想應該都差不多 每個人都 這是看人 這是看人 看人 那我再問你好不好 我再問你 那你認為國民黨在議長選舉的時候 比較會買票 還是無黨級的比較會買票 我還是一樣 看人 不是看哪一個政黨 國民黨絕對不會主張要買票 部長我跟你說啦 2014年齁 我給你一張統計表啦 2014年齁 被判刑 因為會選被判刑的一個名單好不好 我再跟你聽 有 台中市的楊詠燦被判決當選無效 這是國民黨的 台中市的林隆進被判決當選無效 國民黨的 台南李全教一審無效 國民黨 那高雄蔡金燕 還有 新竹的謝溪成 新竹的吳菊花 那新竹的黃詠傳 苗栗陳漢清 張家靜 還有 彰化的 中信中 屏東 陳昭中 台東的 高美珠 澎湖 澎湖 陳百川 顏家鴻 金門的 林孫全跟楊萬三 這十五位 國民黨的 所以國民黨十五位 好 我現在連沒黨的 來 沒黨的喔 第一位 新北 廖玉德 高雄 楊建福 苗栗的 呂明亮 彰化的 張詠泉 屏東 盧文瑞 林東成 吳文相 金門的 陳玉珍 跟 石永成 這沒黨的 這八的 回來 回到你部長說的 你說國民黨跟民進黨 差不多 民進黨也很遺憾 也有兩個 在苗栗的 許英平 跟 桃園的郭榮忠 也一信宏 都算不好 那台連也有一個 張靜庭 所以這樣比較起來 你國民黨十五位 因為 會選法黨 算不好 沒黨的也被 所以你剛剛 部長你說的 違反到了 五黨籍的 投票意識 這個假設會成立嗎 如果五黨籍 本身也是 有可能會賣票的 那你 你這樣的一個假設 就完全不成立了啊 不是 剛才我說的就是說 記名不記名 跟這個 這個 買票啊 這個 會選啊 其實 沒有說 記名就可以 鍍結買票 這個是 我想我們 在歷次的 大家座談會裡面 大家有強調的 因為記名 反而是可以 驗證 他買票的成效 所以 這一點 大家怎麼去 解釋大家這樣的疑問呢 對 那這個假設是在於說 兩組人都買票 如果是兩組人都買票的話 記名投票會呈現出的就會有部長你說的 但是如果是一組人買票 另外一組人是不買票的 另外一組議長的人選是不買票的 是不是反而無記名才是增加困擾 我講都一樣 什麼都一樣 都一樣 都一樣 如果是一組人買 一組人買 一組人買 買了太多人 他黨的人 買了太多人 買了太多人的人 買了太多人 買了太多人 全教 那你就覺得說 我說的就是全教 我就很鬱吹 我就不可以繼續說 那沒關係 我現在說 我們是集書論書 好 集書論書 這個剛才陳委員說 你今天 要考慮到 這個收藏發展的空間 他有可能 他選頂個人的選頂 我覺得這個 也許親民黨的這個黨員 他覺得說 民進黨的這個議長 推出的候選人非常好 他要投給他 但是他副議長 他願意投給另外一個人 他也覺得非常好 他有他的選擇的自由啊 可以選啊 就記名啊 但是你記名了以後 他會影響到他將來在 整個黨團的運作 你一定假設說黨團 會一定干擾呢 也許如果黨團規劃出的是好的人選啊 要改變一個制度 要改變的這個制度 要比較更好 而不是說也有缺點 我們也要想辦法 把這個缺點能夠拿掉 如果這樣制度改的更好 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去否認嘛 記名跟吳記名都有他的一個優缺點 但是記名的缺點就是在防止 防止會選的行為 連白黨會做會選 我同意說 這兩項各有利品 但是 你若是從非選的部分來說 因為非選 所以就要用記名 這點 我去比較保留的 現在這個時代 非選 非選 會這麼助長 就是因為吳記名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賴瑞隆委員 好 謝謝主席 請陳部長 好 請陳部長 那位好 部長好 部長辛苦 哪裡 好 先請教 在談這個地方制度法之前 先請教一下 那個3月8號的時候 其實部長在詢答的時候 說民生部每年都有去 喊給婦聯會 婦聯會問題 要求改善 然後在21號的時候 不是改善 要他提供這個相關的資料 然後21號的時候 那時候也有 我那時候部長那天好像請假了 我有問次長的時候 好像說3月10號跟14號 有延續發了兩次公文去提醒 沒有消息 那後來那天我有請次長 也能夠 他也答應我在一個禮拜內 要拜訪婦聯會的負責人 然後 如果說婦聯會還是堅持不提報的話 那他會有一個 內政部會有一些處理的方案 不知道一下部長 一個禮拜過去了 因為3月21號 今天3月28 一個禮拜過去 不知道婦聯會那邊 次長有沒有去拜訪 或部長有沒有去拜訪 然後他們的回應是什麼 我們沒有去拜訪 但是我們有去公文 那婦聯會也初步有答覆 但是因為 我們所要的資料 我們還有一些疑問的地方 我們還在 再度的去函 希望他能夠 這個 來給我們 這個提供更多的資料 喔 次長那天是跟我說 不理啦 所以他要拜訪他 所以後來內政部沒有去拜訪 我們聯繫的結果 他不希望我們去 他會給我們答覆 喔 我們聯繫的結果 他是說 他們會公文給我們答覆 喔 所以 公文答覆內政部 滿意了嗎 這個答覆的狀況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問題 還沒有釐清 我們希望 再去函 請他提供更多的資料 他提供了什麼樣的一些資訊 還沒有釐清 我請市長跟委員報告一下 跟委員報告 他就是提供一些 他主要是講說 他每一年都有像 這個繳稅或怎麼樣這樣的東西 只提供這樣的一個東西 論了這樣已經很清楚了 這個我想查很多啦 我們已經在確函請他 要把我們要的資料能夠提供出來 這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發函了 部長 這個其實如果 副聯會願意提供的話 應該是很快啦 如果他們 我想部長上次也提過了 希望他們盡速來提供相關資訊 那如果他再不提供的話 部長能不能有一些手段 來對副聯會做一些處理 照目前的法令政治團體 我們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強制力 人民團體法的部分 那個58條的部分 能不能採用 就是人民團體 相關公益 參照過去立法的 這個過程裡面的意見 政治只知道 是沒有適用人民團體法 58條的規定 所以沒有任何的 可以採用的空間嗎 是 所以如果副聯會 完全不願意配合的話 在目前來講 是沒有法律的強制力 部長這個請你再慎重了 好不好 再去找我看其他方式 我覺得副聯會的部分 不應該政府是 對他完全無能為力的 我覺得 作為政黨跟政治團體 最高主管機關 我覺得應該有一些作為 好 那我還是回到今天的主題 那個 地方 議會的選舉 我們來看一個資料部分 從 1994年 開始了 桃園縣長的選舉會選 宜蘭縣議長會選 講錯了 桃園縣的議長會選 1994年宜蘭縣議長會選 基隆議長會選 雲林議長會選 2003年金門議長會選 還有2002年 這個高雄市的政府議長會選 這個非常嚴重 那時候 44個議員裡面有34個涉案 包括到了2006年的 台南縣的議長 2010年屏東縣議長 2012年嘉義縣議長 2014年屏東縣議長 2014年台南議長 這一段時間來 就有超過11件的 議長會選案 部長認為這個 會選的部分 跟整個 我們的議長選舉制度 有沒有關係 我想選舉 有這幾道會選的因素很多 但硬要說是跟記名投票 或者吳記名投票有關 我想 這個是欠缺相關政績的連結 部長認為有沒有關係 你的看法 你認為沒有 我很難判斷 因為這個是很難判斷的 我舉個例子 我大概也許還可以先講 我舉個例子 在這一次的 兩年前的時候的這個 高雄市的議長的選舉 那時候當然是 應該是我看過 最乾淨的一次議長的選舉 高雄的最乾淨一次 因為那一次 基本上因為民進黨採用量票的一個方式 所以完全對整個選民來負責 所以我看不只是民進黨的大概沒有這個問題 我看其他的政黨部分大概沒有人去花任何的會選的費用 因為整個所有的態度都很明顯 每個議員的態度都很明顯 所以我舉個例子是講說 其實剛剛 部長說其實他不一定有 其實我覺得 其實部長應該心裡清楚 其實真的有差 如果說 你對於採用記名的方式的話 對於 會選的這一塊 確實會 有一定的 影響力 因為 你的 人民的選舉的意思 代議事他也把它在議長選舉之後 所以去表達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多空間 你會當選的 大概 你就知道你會當選 你這邊花錢你就會當選 你不會當選的 你花的錢也是不會當選 那基本上 選舉就會乾淨很多 部長不知道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我還是一句話 會選 以後跟這個量票 不量票 或者是跟這個 記名不記名 我覺得它不會有必要 沒有不必然的連結 部長 那個部長我的看法是這樣 人民的部分 他的投票 不記名的部分 是為了要保障 他個人一些投票的意向跟自由 但是 我認為 我認為 我認為代議事的部分 其實它是 責任政治一環 大家 你剛剛一直反駁政黨 我倒不從政黨角度談 我覺得是責任政治 人民選給這個代議事 基本上是期待你去 支持 他支持的一些政策 或者是意向各方面 那我覺得其實代議事有責任讓 投給你的人知道 到底你支持了誰 你在你的議長選舉支持誰 你在政策方向是誰 不想同意嗎這個方向 我覺得選民關心的應該是 代議事是不是支持我喜歡的政策 我支持我民眾所關心的事情 而對於誰來辦這個事 我覺得 依我做一個選民來講 我不關心是誰做的事 我是關心他做了什麼事 其實選民倒很關心你做了什麼 你投給了誰 因為議長其實對於 或者是很多的選出來的 國會領袖議長 其實對於整個的影響非常大 如果沒有影響那麼大 我看不會那麼多人 過去都會選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他的影響很大 陳明夏的時候其實他是會 其實他的影響那麼大的時候 其實人民會期待 你投給你的議員 你在投出來的議長 那個是符合他的想法的 如果知道你投給的 不是我認知的那個人 他下次再選舉 他可能就可以認為說 你沒有支持我 其實議長就是議會的主席 但是議會的議事 都是採用一般的這個議事規則 你身為最高的這個 你這樣講法不會太天真嗎 你難道真的不知道嗎 地方上的議長難道只有一個主席 這樣的角色而已嗎 我是說理想性應該本來就是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嗎 部長你說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嗎 你不要講理想性嘛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 只是一個主席而已嗎 影響力這麼的小嗎 如果這麼小 那為什麼一個 大家花那麼多的錢 去買一個議長 你砸下來 也是我們應該討論的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應該討論說議長是不是 部長你這樣處理方法 我覺得你沒有去 我覺得你沒有去面對實際的問題 其實你應該了解真的 我現在講這個不是為了國民黨 為民主黨 我就覺得是一個建立一個台灣的 責任政治的一個體制 我覺得長遠來說 這個走下去 其實才對台灣的民主政治 才是有幫助的 你支持了誰 你就勇敢的讓公開 我覺得人民跟大意識 兩個是要分開來的 人民的部分 其實才秘密是保障它的 那大意識 你既然出來參選大意識 人民支持了你的時候 其實人民會希望知道 你到底支持了誰 而議長 一個議會的議長 是非常重要的 部長同意吧 議長很重要吧 議長是重要 但是我剛才說的 他不是只有你講的那個主席的角色 議員 民眾關心的是議員 他做了什麼事 他替我們做了什麼事 我想 對於說是誰來替我們做 我還是認為 他不是那麼 部長你這樣講 我就覺得你脫離現實很遠 我覺得實際上面 你也了解 並不是實際上 地方上的議長 他的影響力確實是有的 而且是不小的 他的影響力是存在的 好 那我還是想要提 剛剛其實很多人有提到 其實在我們徵修條文憲法裡面 其實不信任的投票 也可以採取記名的方式 所以表示說 其實在憲法上 他其實也 也賦予對人的 人的去留這件事情 選出來跟罷免這件事情 其實他有 記名的這樣一個制度的存在 所以剛剛部長也有提到了 其實我們的選舉裡面 也有本來就 議長這個選舉 其實不在我們的 選舉那個範圍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部分應該沒有 如果有問題 我想大法官早就會處理 而且大法官 適制在第449號 也有講到 我國立法委員 非純粹的自由選任 言行必須受到選民監督 若行使同意權不採記名 如何對於選區的 立法委員 投票立場加以監督 同樣的對立委 同樣我認為 對議員也是類似這樣的角度 責任政治的角度 人民才有辦法監督他選出來的議員 我還是想要再問一下 部長你同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我剛才說過 其實 立法院也是 也是最高的民意機關 那現在立法院也還沒改 沒有我認為長遠上都是要改 如果要改 我覺得要一致 會比較好 所以部長請你同意 如果整個大家討論過 或願意來改變的話 你同意中央地方一起來改嗎 我是說 最好這個 一致性 但是這個顯然 我強調的是說 共識性還要再加強 因為還是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所以部長責任政治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是重要的 部長應該同意這件事 當然 所以我想如果有辦法讓 代議事 不管是立委議員 你的代議事的角色 能夠讓人民更清楚的知道 你做了什麼重要的決定 我想這個應該更符合 對 做什麼事情的決定是很重要 對人我覺得不是 在我來講 我再跟 部長補充一下 2015年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高雄的量票事件 後來提起非常上述 檢察總長有提起 最後最高法院駁回 認定量票無罪 所以我想 從大法官 從最高法院 其實都有類似這樣的一些思考在 把這個視為是責任政治的一個部分 我想他不一定是視為責任制 而是說因為這個選舉 不屬於選報法裡面所歸行 接換的這個範圍 最高法院也表示了 議長的選舉量票並不是泄密 議員應該對選民及所屬的政黨負責 所以議員在整個量票動機 基於整個對選民監督的一個等質疑 所以我想這個最高法院 其實也有類似這樣的見解 所以我意思說 部長其實真的可以在思考 再用更開闊的角度 其實從大法官跟最高法院的見解上面 其實是有類似這樣的一個空間 部長可以在那裡 我剛才說過這兩個正環 另外我前兩天我看 昨天我看到那個 國民黨書議長林德福說 英人設施 民主政度哪能這樣搞 我認為這件事情不是對 賴清德什麼英人設施 我認為這件事情從很早民進黨就提了 包括從這個早期林桌水就提過 但是被否決很多次了 他希望採用記名投票 1993年就提過了 過路期間很多次都提了 希望採記名投票 但是都被否決掉 包括這一次陳菊市長也提出來過 賴清德市長也提出來 所以我希望不要再講說什麼是賴清德條款 我覺得這個對 不要把它導成是一個人的因素 這個是長期啦 我認為是一個責任政治的建立 部長同意這樣的看法嗎 我還是一句話 責任政治跟這個 部長你覺得這個是為了賴清德 藝人設施嗎 你認為是嗎 社會自由 你認為是嗎 你個人的看法咧 你認為是嗎 我 我剛剛講的賴清德 我盡量忠信的來看待 陳菊包括以前林桌水都提過這件事情 我盡量忠信的看待 好 謝謝部長 好 接下來請楊正武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部長早 楊委員好 那個部長我想今天早上 不管是哪一個立場的我們的同仁 大概都已經充分而且反覆的一直在重複了 他們各自的一些想法跟表述了 那在我開始講之前 我還是想先聽一下 你對這件事情的基本看法 我基本上我覺得憲法上 雖然沒有把議長 副議長的選舉列為 這個他所規範的現象 的範圍 但是我們對人的選舉 通常是採不記名的秘密的投票 那這樣的話 對於尊重選舉人的自由選擇 是比較好的 好的 謝謝部長 我想早上其實各方面的論述 其實都已經非常的多了 我想表達一下我自己的幾點看法 其實我想就像部長所提到的 之前也有專家學者提到說不同的意見 事實上如果你了解基層的選舉實務的話 你會知道 匯選這個事情啊 真正要杜絕的方法 應該是在查會 而不是在制度上來遷就它 這個其實在我看來啦 這個只會保障了什麼 以後會減少抽籤的情況 因為齁 大家都很有巴掌會有幾票 那這個自己會很有把握 會有幾票 因為其實在很多地方這個 議會或鄉政主席的這個選舉當中啊 其實常常出現抽籤的狀況 那以後可能如果這個通過了之後就不會 為什麼 大家在選舉過程中都很有把握 但是這個有把握的方式 就未必是因為政黨的約束 還有很多方法可以讓他有把握 部長同意嗎 是的這個在座談會裡面也有推到 可能就會有脅迫 或者是其他的不當的手段 來影響選舉人的投票意志 對沒有錯 所以我想齁 我要表達的重點是什麼齁 其實透過這樣的一個改變 我相信這個社會上已經爭論過很久了 各種意見都有 但是普遍都有一個共識 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手段 就能夠杜絕會選 不是一個制度的改變 就能夠杜絕會選 這句話部長同意嗎 所以我剛才一再強調 會選以後跟制度這一個 跟記名投票沒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本席在這邊一直要表達一個重點 再重複一次就是說 本席並不認為哪一個制度 就一定是絕對好 但是想要透過一個制度的修訂 就能夠杜絕會選 本席認為不可能 完全重複 好 既然是不可能 那麼涉及到一個普遍性一致性的 以後要各級民意機關普遍適用的一個修法 我們就應該審慎為之 所以在這邊呢 本席是強烈的希望 我們在這個委員會 或者是我們在院會 不要率耳的就這個議案 來提出我們自己的一個決定 應該要提出一個公聽會 在公聽會裡面 讓各種的意見 都能夠正反並程 達到大多數的社會共識的時候 我們再來往前推進 部長你同意本席這樣的建議嗎 非常贊成 你對我沒辦法 每個人都非常贊成 這也是我們的報告裡面特別強調的 要凝記社會更多的共識 沒有錯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這裡 我們不是去強調 任何單一制度的優劣 而是要更普遍的更全面的來思考 這是本席對這個地制法修訂的一個看法 另外那個 有個問題 部長我請教一下 這一個 這是臨時考題 你對國家公園在金門的部分 佔金門的土地多少 你知不知道 這個真的考 大概有 至少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那我也跟你誇獎 你也答對了 四分之一 那 四分之一裡面 民地大概佔多少 呃 民地蠻多的 大概超過三成啊 對 大概也是三分之一 好 那我看媒體在報導說 全國的九座國家公園要開始啟動四點收費 這目前的收費標準出來了沒有 沒有 我們也不會有統一的一個收費的方式 因為 大概先從像停車場 或者一些特殊的景點的這部分 才會規劃 好 補充沒關係 因為我稍後要關火機 好 在這裡說我的要求 四分之一的土地 金門的四分之一的土地是國家公園管的 裡面有三分之一是金門的私人土地 那據我所知這個規劃的收費裡面 對本地居民沒有優惠 你覺得合理嗎 我想這個都還沒有定案 還沒有出來 我們會來 好 那希望我得到的訊息是 還沒有 還沒有定案的 還沒有 那在這邊呢 我就跟部長來要求就是說 我希望 在這個情況之下 金門的國家公園跟金門的居民的關係都不好 這人那裡大得又問優惠 部長要慎重的考慮 要求 國家公園在收費的時候 一定要把當地居民的優待 納入考量 並且要有一個明確的優待方法 好不好 好 謝謝部長 好我們接下來請陳超明委員 主席 各位列席官員 各位委員大家好 首先有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各位好 部長好 我今天先給你表達 關於地質法的意見 不然那個三億新聞 說我不給觀念回答 說我抱走 說我講粗話 完全沒有那樣的情形 大概跑了沒有了 不在啊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遺憾 可以把錄音帶調起來 所以今天你先表達 地質法的看法 所以這個關於那個 無記名投票跟記名投票 我們是覺得這個要修改變成記名投票要非常的慎重 因為這裡面所說的啊 都是講會選 因為會選才要來改變這樣的制度 那我們覺得會選跟這個記名投票沒有必然的等號 為什麼這麼講 大概所有委員裡面呢 有選過副議長 選過議長 就是我一個 我當時選議長的時候也是全國轟動的心路 但是我沒有被抓別人被抓 那今天啊 所有民族政治 就是至於法制 法制就是一個理論 一個大家所遵信的規範 但是憲法裡面已經有規定了 除了憲法我們要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 要改先把憲法改下來 那今天啊 我們的習慣對人的說是無記名 對是記名 所以剛剛行政院長的任命同意前 那就是不同的一種狀況在 那今天我為什麼要特別來談這個事情 好 我們從一個觀點下來 欸 議員經過人民選舉產生是代表一種名利 但是什麼叫名利呢 議長也有好的人選 也有壞的人選 黨提出來的人選就一定是好嗎 這是一個虧心 mark 所以這裡面會產生了很多問題 欸 一個存在 那再這樣是黨議跟民意 如果我議員在投票選議長的話 是我自以為意志 也是代表選他疫情的 人民的一個意志的選舉在 那變成民意比較重要 還是黨議比較重要 所以這裡面是大家要考慮的一個範圍 另外 跑票 就代表會選 量票是不是也代表會選 所以我都問你要選擇 等下我跟教理學問在台上 這樣好嗎 所以這裡面各有爭論的地方 但是我今天也跟 任何議長的選舉 任何議長的選舉 跟行政首長絕對息息相關 行政首長的意志可以帶動整個 整個議長跟議員的選舉 所以這裡面啊 如果有跑票有怎麼樣 其實要查會 我敢講 先從縣長 或是直小市長選舉 裡面先查 因為很多的交易 很多的條件都在那邊談完整 因為直小市長 縣市長他有行政權 他可以動用很多的資源 所以這個裡面 是大家一直沒有發覺的一個問題 所以今天啊 在討論到說 改為記名投票跟吳記名投票 我跟補充報告接來跟行政首長關聯 我以台北市跟你算 他國民黨二十八席 民進黨二十七席 新黨兩席 民國黨一席 武黨幾席 那二十八席 如果加新黨兩席 就三十席 就站在裡面 但是要贏的話 最少三十二席 我相信 為什麼新北市會贏 臺北市會贏 因為我們的柯市長是信任的 他對議事的運作操作 他不熟悉 本來這邊 大概行政首長 運作的空間非常的大 大家不要去賣 很多事情 我們都很知道 所以他是新市長 如果以二十七席 二十八席的時候 國民黨一席 表示選舉議長的人 他也非常努力 非常去捆力 拜票 因為議員要選議長 跟這個議長跟在野 關聯合拜 什麼都牽插在一起 並不是只有匯選在一起 然後我講到桃園市 國民黨二十九席 民進黨二十席 但是這裡面五黨籍九席 台連議席 立黨議席 他得票二十二 那國民黨二十九席 加五黨籍的九席 剛好三十七席 因為新市長 所以他不會應用這種空間 房長 不怕 我敢講 直轄是包括縣市長的影響力太大 不算過人都不知道 不算過人都知道 所以不要說 一個黨的出來的時候 黨要提名的人選 大概都是市長在提名 我跟你說這個就是這樣命 所以說安全裡面的差異 今天問題都比較大 台中市國民黨二十八席 民進黨二十七席 五黨籍六席 親民黨兩席 開票出來三十四席跟二十七席 民進黨二十七席 表示五黨籍的那六票是跑到國民黨那邊 普通時港府就要做好 普通時就要跟他們交配 不是說你黨的提名就一定對 不要有這樣的觀念 再來 我講最重要的 台北市 台南市跟高雄市 這個選舉開起來很有意思 高雄市國民黨二十四席 民進黨三十三席 親民黨一席 台南一席 五黨籍的七席 結果票開出來的時候 民進黨拿了三十九席 國民黨的跑的一席 變成二十三票 這裡面的港府在哪裡 我相信不是做郵政的人 是做市長的人 他一定去跟武黨的 跟台南跟秦民黨在這裡 拜託來學會 所以他能拿到很多的票 今天這個新聞為什麼會鬧得那麼大 不是這變化什麼 民進黨他自己不跟你說 這裡面台南四席 民進黨贏到有存在 國民黨十六席 民進黨二十八席 五黨籍十二席 台南一席 所以在這裡面 安全贏到有存在票 結果國民黨二十九席 民進黨二十八席 我跟你講 我得到的消息 提面的人選 聽說幾個民進黨議員 就 我不能說醜的 我等一下再出來 所以已經 怒在心裡了 不拜票不拜訪 只有我們錯的 選舉就該走 這個應做的成功 只會應做的成功 弟啊 你跑票的人 民進黨應該有檢討的心理嘛 你不是黨的前衛會長告嗎 你們要不要 不要 不要以民意為止 不要聽黨議 像我們趙委 陳情拜三 不要聽國民黨 以民意為優先 你常常告訴我嘛 所以這裡面 沒有 今天 今天是安專業的事情 你不太大 成績的成功 代表他為人的成功 所以 我在此 建議台南市長 真的要謙卑再謙卑再謙卑 不管你做的市長紀元 像你管的 我總會選了那麼多人 這個議長的選議還是 台灣人說一句話 你知道嗎 誰的家你們也要吃 那個間接選舉很痛苦 我們選過的人都一千二次啊 所以在這裡面 高雄市獲得大勝 台南市民進黨贏到有村 冰著書語 面子瓜不知 而且有一種現象 你也知道嗎 任何的市長 對議長選舉完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和好 不要去大家這件事 你尊重我尊重你 把整個陷入 陷入書一直在推展 這次失敗 我跟他說 是自己來亂 我了解我 提免人選不當 不管你提免人選不當 大家反對的話 就要來改立制法 由無記名投票 變為記名投票 不然我說這個 我看你回答 應該都能了解我案中的含義在 民主政治 本來就有很多的花招跟方式在 尤其因為是待遇政治 如果你記名出來啊 會產生的獲疑症非常大 會產生的獲疑症非常大 議長的選舉就是什麼 厭毒胡適啦 那經常一票一票 經常一票一票 經常一票一票 經常一票 經常一票 我問過這個場合幾個片 所以今天在此啊 我覺得齁 我也不能講 因人設施啦 贏的會變得漂亮 贏到有村的會變得漂亮 自己的提名制度要檢討 獲選人也要檢討 幕後要提名的人要來檢討 你一定提出來的人選 一定要服眾 不是說那些人有的就要害怕 大家在說 那是普通的 要告白 你人情要做到告白了 所以今天啊 在這個 記名無記名 投票要改變 我們真的要深思 沒有什麼人對 沒有什麼人不對 民族政治就是 逗方的運作 我是正義的 投票 無記名投票 選人選事 一回事 各憑本領 各顯神通 尤其在待遇政治之間 選舉的時候 沒有錯 說你 說要聽黨的話 那黨議 等於在指使議員的一個民意的反應 存在 我現在報告 讓我們報告 了解 你聽到我這些話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是 我 贊成這個 剛才委員所說的 這個制度的改變 一定要非常的慎重 那麼 這個改為記名的方式 那麼 是不是就可以 解決 大家所擔心的 這個 會選的問題 其實 很多專家解決者 也對這樣的 論調是有 大家不了解一點 行政的會選很嚴重 你當過副市長 你有沒有參與過 議員選 議長的選舉 你老實說 沒有 都沒有 你都沒有設置 你覺得說市長 管長 對議長選舉的影響有大嗎 當然 無可或或或的縣長 縣長一定很希望 因為普通縣長 第一個 選的人要聽他的人嘛 第二個能力要差的人 他才能指揮嘛 這大家都了解的事情嘛 你一個老的人 每天都要去 他要怎麼推展政府 所以真的 我都跟他講出來 讓大家了解 實際來沒什麼 其實議長的選舉 跟市長的選舉 與市區區相關 要 查這些 就從行政所長裡面先去查 就能了解很多的內幕 好 是 好 接下來 來 政天財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 部長稍微揍一下好了 先請這個司法院 還有法務部 上來一起上來 好 兩位好 這個 因為今天 應該主要還是 憲法的層次 那憲法 這個 第129條 規定的很明確 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 除本憲法別有規定外 就憲法如果有另外的規定 所以 當然就可以 不同的一個 處理 以普通平等直接級 無記名投票之方法 行之 當我們今天討論的就是 現在是 這個無記名 要改為 記名投票 所以我們就先回歸到 憲法 所以這個 剛才這個部長 當然都比較難 談這個憲法的部分 這個憲法的層次 如果我們從憲法的相關的條文 相關的條文 總統 當然他都有寫 嫌疾兩個字 嫌疾 這個 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也是嫌疾 那另外就是 那另外就是 立法院的 院長副院長 副嫌 也是嫌 這個 監察委員 的監察院院長副院長 也是監察委員 副嫌 這個提到嫌疾 在憲法 一百二十三 一百二十六 一百二十四條 都有規定 都是嫌疾 憲法 別有規定外 這個誰可以回答 有沒有別的法律 憲法裡面 憲法本文喔 憲法別有規定外 當然包括徵修條文 有哪些有規定 這個 可以用記憲法 一名 投票的 有沒有 向委員報告 就是 憲法 除了一百二十九條之外 並沒有具體的 就 個別的選舉 應該採取什麼方式 做其他的說明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 一百二十九條 就是第一項目 當然前 第一句的部分 就是本憲法所規定的 各種選舉 那從剛才 從今天上午的討論 其實 主要的這個爭議點 就在於說 議長的選舉 並不是在憲法裡面 所明定的一種選舉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在解釋上 是不是有不同的解讀空間 這部分 可能委員有不同的想法 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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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憲法裡面所提到的 選舉才算 那你剛才我講的 鄉鎮市長 鄉鎮市民代表 村里長 那是不是都可以記名投票 剛剛委員所提到可能都是針對 人民選舉投票 產生的職位 那至於如果是議員 議員選舉 議員選舉 議員的身份跟一般的人民是不是相同 這可能可以再思考 你非常寬鬆 對這個憲法的解釋 當然你這個論點是一種 哪一個是司法院的 法務部 我想基本上 我們是贊成司法院的意見 就是說憲法它規定的 從文藝上來看 它所謂本憲法規定 當然是它這邊規定的什麼 直接吳紀明這個 當然是以憲法規定的選舉為 就是憲法所定的才算是嗎 對那可是如果說 那鄉鎮市民代表會 我們也可以改成紀明投票 我想這個 鄉鎮市民代表 規範解釋它不一定是這樣 就是說它這邊寫了說 本憲法規定的是采吳紀明 那對於就是憲法沒有規定到 是不是就能採這個 我覺得這個解釋上 對 我是說如果 我們如果也提修法 把那個鄉鎮市長跟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是要從整個憲法精神 關於這個地方自治的 這個規範的精神來看 不一定是說這邊民事其實就排除其他 利用這樣的法律來做這樣的解釋 因為法律解釋有很多種方法 那這邊沒有寫到不代表說 它就可以就是用採用其他方式 那還是要看整個整體規範的 這個解釋來決定 所以這個部分你是贊成 12點半 你贊成對不對 2點半 委員的意思贊成什麼 就是贊成今天的提案 沒有 這個因為這個其實 一開始那個科委員已經有提過 其實對於記名或吳記名這個東西 這個是政策決定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法務部 基本上對這個是沒有特別的立場 所以你們不考慮 不討論這個憲法的層次 因為現在這個畢竟 在整個國家社會上 必定有這樣的一個意見 所以你們就認為是不違憲 好 師傅還要先 向委員報告 就是目前大法官解釋中 只有在4-499號解釋 針對這個國民大會 他們的修憲程序23讀 採取吳記名投票的方式 這樣的行為 這樣的這個議決的過程 被認定是違憲的 那至於這個有關人的投票方面 這個大法官並沒有具體的解釋 所以說大法官就這部分 並沒有明確的表示說 有沒有違憲的問題 那就憲法第29條 剛才我的陳述是就憲法第29條 129條的這個文藝來做說明 好 那至於說有沒有 會不會有違憲問題 我們覺得說這應該還是可能涉及到日後 如果說有具體個案 可能是大法官審理的問題 我們這裡其實沒有具體的意見 這樣 你的意見其實已經說明了不違憲了 你知道嗎 你的這樣的說法 剛才你的回答 已經表達出它是不違憲的 我們的立場是說我們司法院就這個議案 其實是尊重大院的行程 我們沒有特別的意見 謝謝 那另外就是同意潛的行程 那另外就是同意潛的行程 立法院在行程同意潛 他也不是嫌疾 所以它是 记名或是不记名都不涉及到 这个宪法第129条 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 你们在整个 你今天来是代表司法院的 刚才的回答是这样吗 是司法院的意见 我刚才的程序就有宪法 129条的文艺来做解释 对啊 129条你这样做解释 就表示是说 这个嫌疾这两个字 不一定 不一定是 一定是在宪法里面 所规定的这些 因为宪法里面没有提到 宪法里面没有提到 这个 议长 的产生 要议员要复选 没有规定嘛 所以你是认为因为没有规定 所以 对不对 所以就不必 因为他也是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的一环哦 地方自治的一环 所以因为宪法里面没有规定 议长 副议长 是要由 这个 议员来 副选 不像立法委员有写 副选 立法院院长 监察院院长 副院长 有写 副选 所以你认为 因为 议长 副议长 包括 因为没有规定 副选 所以可以 我们法律 如果定为 地方自治的法 如果定为 记民投票 所以你认为 不违反宪法 129条 你的论述是这样啊 所以你已经做了一个 不违宪的 一个论述了 你知道吗 像委员报告 就是说 我们是认为说 129条 第一句的部分 是有解读的空间啦 所以 可是刚才我的陈述 并没有具体的说 我们认为 到底是违宪 既然有解读空间 有没有违宪的 一例的嘛 就是 对 就像内政部件 他今天提出的说题 他也是 他也没有具体讲说 这样子到底会不会违宪 他也只是提到说 129条 所揭示的原则 还有他宪法 文艺上 有可能会有解释的空间 那在这里 我们是尊重 大院的 这个行程的过程 我们虽然并没有具体的立场 只是说 我刚才的陈述 只是就129条文艺上 来这样做说明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 所以我刚才也提啦 乡镇市长 乡镇市民代表 村里长 他也没有规定在 宪法的条文里面的选举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 改为记民投票 这个我们 回去你再研究一下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徐政委委员 主席好 麻烦主席请陈部长 谢谢 好 那个部长 许委好 部长好 辛苦了 部长 这个本席想请教部长 内政部是不是这个 有制定颁布所谓的会议规则 会议规则 对 会议的规范 会议规范 对 是 那请问会议规范的第55条 我们部长应该是很清楚吧 我想 我是不是请市长来说明 我不是那么清楚 委员好 55条是规定表决的方式 然后包括有所谓的举手表决 起立表决 正反两方分立表决 还有唱名表决 另外还有投票表决 那投票表决的话 在会议规范里面规定 对人的表决因才 无记名投票 对事的表决 以记名投票表示负责 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对人是无记名 对事是不记名 对事是记名 对不对 是表示对事情来负责 那部长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通常这个检举人家的违建 这个需要具名还是不具名 你说检举违建 对 检举违建 一般人讲对人民的陈情 那我们希望他有会负责 他是记名 但是我们政府会给他保密 是的 这是记名 这个检举 但是会有保障 会有保护 那请问我们现在人团法里面 在我们的选举里面 其实在很多的社团里面的选举 选举社长会长理事长什么 其实基本上对人都是 都是投票而且不记名 对不对 是 如果是记名的话 就会影响到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和干戈 是不是这样 是 所以在我们这里的会议规范里面本来就是规定了 对人不记名 对事 以事负责 记名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本系想请问一下 我们刚才我们政委员也提到我们宪法129条的明定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要讨讨论的 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记名和不记名 为什么会要讨论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不是已经行之有年都是对人不记名对事记名吗 为什么这次要把这个拿出来讨论 是因为委员提案 有委员提案 我刚才看到我们的这个报告书里面也是坚持 一直以来对人是不记名的 对事记名 对不对 在我们的总论里面 是 那本系想请问一下 我们所有的法律 这个你要说这个立法的开始就是 立法就是修法的开始 所以修法并不是这么轻易就要提出来要修法 尤其是已经行之有年了 如果在对人还是做记名的话 这不是行民主之道车吗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慎重为之 因为这里面所讲的说 主要的论点还是在避免汇险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认知 汇险跟记名不记名 其实没有等号的关系 也就不必然的关系 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所以其实基本上 这个英国 韩国 日本 都这个上下议院 都是用吴记名来选举 是的 所以以全球来说 民主的机制走到目前现今的状况 其实还是维持原来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内政部 我们的选举规范里面就是 对人事无记名 对事记名 那在这里 所以这个法应该是一体适用 而不是说因人设事 这个提出来就其实给大家联想 很清楚的就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台南议会的部分 这个部分 所以其实在对人如果真的是真的是这个记名的话 影响的方方面面都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刚才我们部长也讲 这个虽然对人记名不等于会选 是不是这样 是 就不会说记名不等于说就会减少了这个会选 这个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是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想想看 就是在这里啊 我们这个本院的院长也是无记名投票 对 我们的乡镇市长也是这个大家一起投票 所以对议会的部分 代表会的主席以及我们的议长的部分 也是目前都是无记名投票 是 是 所以真的是 如果一个制度建立起来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破坏很简单 就像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一样 真的是破坏很简单 但是修法的同时 我们真的要审慎的考量 不应该因人设事或因政党的私利 而这个或是个人的利益来修法 所以本席在这里还是再次的强调 表明支持我们内政部您的提的 就是 就是还是维持原案 就是对于我们对人的部分是无记名 对事的部分是记名的部分 在这里 本席在这里 以上 谢谢 接下来李军义委员 来 主席各位先进 麻烦请内政部陈部长 司法院杨坤桥法官 法务部宋文宏检察官 请三位 六位好 部长好 三位好 辛苦了 来 部长我先请教你一下 今天所有的争议来自于宪法129条的规定 对不对 不必然 不必然 还有什么 因为我们只是说 其实有些其实跟120条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但是129条其实他记名不记名是从129条来的嘛 包括现在地方制度法现在的规定是这样的 对对对 来 129条规定什么 刚才已经 本宪法所规定之各种选举除本宪法别有规定外 以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 对不对 是 是 那我请教你 什么叫宪法规定的选举 我们 刚才也说明过 议长会长的选举 它并不属于这个宪法所称的这个 当然这个也有人认为有一些解释的空间 部长 其实这里所讲的 所讲的所谓宪法规定的选举 应该是指选办法里面所规定的 由人民直接行使投票的选举 没有错吧 是 应该是这样嘛 是 所以包括我在班上选班长 不在这这范围里面嘛 是 那我在立法院选政部院长也不是依照选办法 是 依照什么法 你们这个立法院应该是你们院里面的规则 立法院有政部院长选举办法 没有错吧 好 那乡镇市长或是其他的 刚刚其他委员也提过了嘛 这里唯一的问题是 议会的议长 包括直辖市跟不是直辖市 其实议会的议长 他现在依据的是 地方制度法44条的规定 没有错吧 对 好 那我现在先请教一个问题 地方制度法44条原先规定 他必须用吴静明的投票 他的立法理由是什么 我不了解过去的立法理由 但是 我想他应该是参考了 你们在政部你们主委 应该是参考了 这个 县法129条的 所以他其实是参考县法129条的 精神 精神嘛 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嘛 县法129条所讲的说 我们有规定的 除本县法规定之外 本县法有规定的其实是什么 是指人民直接行使投票的 没有错吧 没有错 我不是说地方制度法不能够认为规定 但是我们从旧人来讲 我们是认为应该参考县法的 所以我们先确定这个原则嘛 对不对 地方制度法当初的立法原意 把这个放进来 他只是沿用宪法129条 所谓的平等直接吴静明嘛 对不对 那放在这里 他并没有考量到 其实议长部议长的选举 还有立法院政部院长的选举 其实都不是宪法所规定的选举事项嘛 没有错吧 是是这样 那我请教你 如果他不是宪法所规定的选举行为的话 那请问他是什么行为 你认不认为说 其实立法院在选举政部院长 跟议会在选举他的政部议长 其实观念很清楚 就是我议会行使我自制的项目之一嘛 这叫议会自制 部长同不同意 也可以讲是议会里面的一个选举 但是因为在过去我们认为 我选班长的话 是我班级的所谓的自制事项嘛 对不对 那我议会 我选政部议长是我的自制事项 是我的自律行为嘛 没有错吧 那我选政部院长也是啊 没有错吧 所以他是议事行为 他不是一种选举行为 没有错吧 很难分得这么清楚 现在问题其实就出在很难界定嘛 所以我先告诉部长 其实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 这个不是宪法里面规定的选举 那到底适不适合运用129条 所有的选举都必须比照这个 事实上也不是如此 没有错 他本来就是这样 那只是过去地制法的观念 沿用这个宪法129条的概念 那但是这个适不适合其实要讨论嘛 没有错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目的嘛 好 谢谢 来 部长你先休息一下 来 我请教 没有没有 你也这么巧克力 我请教那个法务部跟这个 这个司法院 两位 我先请教司法院 这个两法官 我请教你 这个有关129条还有地制法44条 这个其实刚刚有讨论说 有没有产生违宪的争议 这个最后的决定权是谁 大法官 大法官 那请教你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人曾经提出这个事先案 要求大法官解释 就我目前的了解是没有 没有嘛 对不对 那所以其实运作上没有问题嘛 是现实上运作的问题 不是宪法争议问题嘛 没有错吧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 那我想请教这个法官的 就是说 如果不管这个情形 到底怎么样 最后判定它到底合不合现 还是要由大法官为止嘛 好谢谢 来 我请教检察官 宋检察官你好 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刚刚部长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其实 这个到底是记名或不记名 跟会选无关吧 我想部长的意思 我的了解 他的意思是说 就是说记名这个东西跟会选的查查 是不是有必然关联性 他认为这个可以再讨论 其实现在采吴记名也是一样很多人在会选嘛 没有错嘛 对不对 那你们是你们法务部有没有统计说 采吴记名投票或者采记名投票 哪一个会选比例比较高 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资料 因为从头到尾都是采吴记名投票 所以采吴记名投票 我现在要一个答案 采吴记名投票也好 采记名投票也好 从法务部的立场来讲 是不是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选举方式 其实我都是怎么样 只要有会选的情势 我就查 那只要有会选 我就起诉 是不是这样 我想那个投票行收会的要件来看 就是说投票权 他对于 那个投票权 他行求契约收受汇落 或者是说投票权 对于他的投票行为要求契约 或者是收受汇落 只要他有契约的行为 只要他有会选的事实 其实你们法务部就该查 不管他是记名投票 或是不记名投票 对于他到底用什么方式阐出 我们这个不能讲这个要件 对这本来就是你们法务部该做的 所以我们现在确立两件事情 从司法院的角度来讲 微不微信本来就是大法官嘛 没有人提我们就不处理 对不对 第二个事情是 法务部不管你是记名投票 或不记名投票 我就是只要有会选 或是契约的情势 我就开始侦查侦办 那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 我就起诉吧 没有错吧 这两个原则确定好 好 请两位先请回来 来 我们请部长 所以部长 我们今天讨论很清楚嘛 刚刚有讲说 这个是赖清德条款 这个是为了什么 以后选举 会选方便 这其实跟这个都无关嘛 其实我们今天争议的一件事 只有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什么 这个到底是选举投票行为 还是这个是议会自治事项 没错吧 来 部长 依你所知道的 这个地方制度法的修正 是这一次才开始有委员提吗 应该以前有人提过 以前也有嘛 所以跟台南赖清德一点关系都没有嘛 我尽量持中性的态度 对嘛 持中性的态度嘛 那台南的李全教事实上是也被起诉了嘛 没有错吧 是 那李全教选举是采吴季明还是季明 所以吴季明 对嘛 所以同样嘛 所以其实跟吴季明跟季明 跟选举都没有关系嘛 会会选啊还是会会选嘛 偶买嘛 携买嘛 对吧 所以现在的问题其实是落实 这个部分到底我们怎么讨论 来 我请教部长 我们立法院政部院长的选举 你刚刚提过 最好所有的选举都采一致性 对不对 对 你知不知道立法院政部院长的选举 我刚才已经问过你了 现在是用所谓的立法院政部院长选举办法 来规定嘛 没有错吧 是 是 那你知不知道这一次国会改革里面 我们也把这个改了 我们也认为 立法院未来政部院长的选举要记名投票 你知道理由是什么 我不清楚 不清楚 理由我告诉你 理由就是 我们是民意代表 我们进来 我们每一项的投票 我们每一项的表达意见 都必须让人民监督嘛 所以我公开的 我明明白白的告诉选民说 在议长里面我选谁 然后在哪一件案件法案的部分 我投赞成或反对 这个很清楚嘛 概念上是这样 那你赞不赞成这样的做法 让接受选民充分的监督 这一点当然我支持 但是我再强调就是说 改变这样的一个制度 其实 考虑的层面 还要包括其他的 其实 改变要考虑要不要改变 其实要很多其他的嘛 对 所以你除非告诉我说 采 记名 采吴记名 会比采记名 不容易会选 你才有办法处理嘛 对不对 你才告诉我说 选爸爸这个地方制度法 44条坚持是对的 没有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讨论过 不管记名 吴记名 会会选的就是会选 没有错吧 是 所以今天非常清楚的 为什么要强调 要在44条跟46条修改 其实不是会选不会选啦 啊其实也不是党纪不党纪啦 其实最重要是 这个要明确化 到底是一种选举行为 还是一种议会自治行为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我也强调 那在我的认知 没关系 我知道你的台头 你现在也很难表态啦 在我的认知里面 这个就是议会自治的事项 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就必须对民 民众公开 所以包括我院长选谁 包括我议长选谁 包括我在每一个法案 我到底投什么票 包括同意权的行使 我通通认为 应该向民众公开 这个才是我们修正 44条跟46条 地方制度法 原来只是沿用 宪法129条 结果发现 这个根本不是宪法129条规定的事项 是不是这样 我刚才也说明过 这个在我们 基层的这个议会里面 或者代表会里面 其实没有党派的 这个民意代表还是很多 那么 我觉得 如果 我维持他的机密性 他的秘密性 谢谢 谢谢 这句我就是 刚才一直要问你的 你一再强调说 可是你要保障无党籍啊 你要保障小党啊 他们也可以不表态啊 那我请教你 无党籍跟小党也好 他还是民意代表 对不对 那如果从这个 我刚才讲的 议会自治的角度来讲 他即使是小党 他即使是无党籍 他投给谁 或是他支持什么法案 他也应该对人民公开嘛 没有错吧 我觉得在选人上 对市我觉得应该要 对市要公开 对人为什么不用公开 对人 他因为他有他的 对人会比较怕 因为我 我已经拿了钱 但是我不敢 我没有投你 这样我也会比较担心 是吗 没有关系吧 但是 所以 其实非常清楚 我今天主张 地质法44条46条要修的原因 只有一个理由 非常清楚 这是 这是议会自治事项 这是议事行为 不是选举行为 所以 任何的 对人的投票 或是对市的投票 我都必须向选民公开 就是如此而已 就是如此而已嘛 所以 这个部分 过去就是因为这里 运用不清楚 所以才会造成部分 不太理解状况的检察官 依照这个地方制度 把44条 46条 起诉说 泄露国家机密以外之机密嘛 这才会有所谓的统一解释的 希望大家以后不处理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为了这一点 他已经解释过了 今天的问题我们就是正本清源嘛 让他视为一个议事项目的话 以后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嘛 没错吧 好 那所以这一点我强调很清楚 当然我们两个也许意见不一样啦 你现在很拍标台啦 我告诉你的非常清楚就是 包括立法院政部院长的选举 包括地方议会 政部议长的选举 都是议会的制式事项 让议会自行去处理吧 不要用地制法 或是用选举罢免法 来干涉这些 因为宪法129条 所以所谓的直接平等 吴继明 这个东西 都不是本宪法的规范范围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张宏路委员 诶 均力啊 均力啊 来 先请法务部 喂 您好 那个我请教 我延续刚刚李军有言的问题 我请教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政部议长 如果说是量票或什么的 你认为以 刑法第132条 公务员洩漏国防以外的秘密文书罪 这样起诉 合理吗 我想这个 因为这个涉及到那个132条 它所谓秘密 事实上的解释的问题 那 因为今天很多 委员也都提到了 因为最高法院对这个部分 他们已经有表示他们的意见 那原则上 我们就是对最高法院的意见 我们是表示尊重 尊重什么 我要讲 我就是被起诉的之一 我就是被起诉的 我非常不认为 我在选举的时候 我已经跟我的选民讲 我要投给谁啦 我们的政党已经要求啦 报纸都已经登了啊 请问一下我泄漏核机密 跟我们报告 就是说 那个 最高法院那个 非常上述那个意见 是在104年的时候做出来 那其实依照 最高法院之前的见解 就是说他们其实认为这个是构成 刑法132条的 妨碍秘密的 就是泄漏国防以外的机密罪的 这样子的罪 那检察官 因为基于 那个 那个我知道大法官是这样解释 我现在问你嘛 你认为这个合理吗 我已经报纸都登了 这早就不是全国的秘密了 甚至全世界 如果 你可以上网看 也都知道我们要投给谁了 那何来 我们泄漏国防以外机密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想这个 这个核机密在哪里 全世界都知道了 如果是秘密的事项 他不管是在议会 投票行使 或是说他在议会以外的地方 他都会是秘密的事项 那 我想讲 检察官他 事实上已经不是秘密了 对不对 是不是 第一个 事实上已经就不是秘密了 我认为用这一条啊 这真的是哦 引用的法条是错误啦 那你为什么引用法条错误 你因为你找不到其他法条来起诉嘛 刚刚李俊玮也都讲了嘛 这是议会的自治事项嘛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子啦 对不对 对我想 那因为是 最后法院之前在 他们的 向来的判决 也都是认为这个是 就是说以 以量票这个行为来讲 最后法院他们在之前啦 就104年之下 都认为是 不是啦 不好意思啦 好像因为时间有限啦 你一直在讲最后法院这个 不好意思 会浪费我的时间 我想请问一下啦 现行法律对量票 有处罚规定者 是有哪 哪几个 我想那就是 选拔法 跟公民投票法 这边他有那个 量票的规定 还有勒 目前我知道的是 选拔法 跟公民投票法 是 那总统副总统 对就是 对 一样 就是我说的 选拔法 包含 这三个嘛 对不对 公职跟那个 这三个嘛 对不对 只有这三个嘛 是 那这个规定是 因为你在投开票所 你不 不应该有量票的行为嘛 对不对 是 那我请问一下 我们议 议员在议会 我们在选议长 就单凭你们的检察官 违法搜证 违法搜证的情况之下 他就可以去界定哪个议员有没有量票 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执法不公 我想这个搜证是不是违法这个 基本 我先请问一下 是 议会 在开议期间 如果你要进去搜证 或你要进去 对议员有任何的行为 要不要议长同意 或议会同意 我想这个 要不要 我已经提到这个部分 最高法院的判决里面 有做一部分的说明啦 不过因为 我一开始就讲说 这个是最高法院他们的 所以你就一直 你就一直用最高法院嘛 我 对不对 那这样子 我就请个达陆基来就好啦 对不对 我要跟你讲的意思是说 你 检察官什么 你都没有经过议会的同意 你就进去搜证 然后你可以说你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呢 有 某一党的议员 他的角度都正确 他的量票行为都不是量票 那其他党你要特别的 你就说他是 你看到的他就有量票 是 实际上没有量票的 你也说他有量票 我觉得啦 这个是 执法的不公 我觉得这是执法的不公 这个应该 不可以再这样 但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要从制度上 来解决 那我现在我先请 请一下我们那个 内政部长 请陈部长 部长 你觉得啦 行政权 立法权跟司法权 哪个比较大 是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上是军权 是军权 对不对 那像这样子 司法权 因为 还有行政权的 他有可能某些 某些的 长官的意思或怎样 然后呢 到了 到了议会 到立法机构 没有经过立法机构的准许的情况之下去搜证去做任何行为 你认为适当吗 应该是各施其职啦 我想适不适当应该看个案 但是不是要尊重 尊重我们的制度 尊重但是 代表他的职权 对职权如果你要进去的话 是不是应该跟议会 比如说立法院 也要跟 啊我们 也要有一个告知 的动作吧 是我们了解的大概现在 包括在检察官要搜索 要 要那个都会对 民意机关有一些尊重 是应该要这样嘛 对不对 现在已经大概都有这样的尊重 现在有 但是我们新北市议会那时候完全就没有啊 对不对 就一个人那么偷偷的跑去秘密 然后警察在那边搜证 然后就随便都他们讲的 这种情况你认为 还可以再发生吗 跟委员报道 我想新北市那个议会那个我们 在搜证的时候 其实以我所知是我们有通知那个议会的秘书长 就是最高的行政 就中理那个行政事务的长官啦 所以我们 并不是 你们没有通知啦 你们是之后抗议才补啦 我又不知道吗 我这边得到的讯息是这样 我又不知道吗 我是认为啦 三权 本来就要互相尊重啦 那因为 我觉得 这一个 什么 卸密啊 或什么 这个 有没有记名投票 我觉得各方的看法不一 我要请教部长 你觉得呢 啊 是记名投票 来是 来查会选 比较容易呢 还是不记名投票 来查会选 比较容易 我说记名投票 跟会选 刚才我问李军委员也提到 没有 我当然知道没有 绝对的相关啦 你记名投票是不是 监制会选 这不必然 我知道 这个不必然啦 但我说啦 哪一种啦 你认为哪一种要来查会选 比较好查 我觉得很难判断 你很难判断 那法务部咧 我想这个 刚才已经说明了 就是这个 是不是量票这个 是不是记名这个 跟查查会选 是没有相关 相关联系 哪一种比较好查 以你实户的经验 我想这个每个个案 如果事后要追查 哪一种比较好查 我想 如果说 一个案件真的需要 要去 真的要查到说 需要知道到底是 谁有没有投票 给 给这个议长 或是那个 才能证明他有没有 行收会这个行为的 我想这个 应该也不需要到这个程度 那如果说真的需要 做到这个程度的话 那可能是要看 法院这边的要求 如果法院对于这种案件 他要求 我简单讲啦 以我在议会 那么久的 的经验 如果你有记名投票 谁投给谁 很明确嘛 不用在那边猜说 你投给谁嘛 对不对 你如果有 有金钱 任何金流 任何你的会权的 的 一个方式 你知道他投给谁的 不是比较好查吗 不是吗 我想一般应该是这样 当然是留下记录 一般是这样嘛 对不对 我只要这句话就好了嘛 一般就是这样嘛 好 谢谢你 谢谢 那我要请教一下部长 我们立法院开议期间 立法委员的报道 的法律依据 我这边就是我们立法院 应该就是 每年两次院会 然后自行集会嘛 对不对 这是宪法的规定 对宪法的规定嘛 对不对 然后 立法委员是不是应该 每年2月1号 报道 对不对 9月1号报道嘛 对不对 那我想请教一下 依据地方制度法53条 直辖市议员 或县市议员 乡镇市长代表人 因于就職前辞去原职 不辞去原职者 于就職时 视同辞去原职 对不对 是 是嘛 没有错嘛 是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 对解职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解职职务啊 好 就是上市他原来的 这个身份 对嘛 所以我 我要 我要请教一下 部长 第四法 我刚刚讲的 于就职时 视同辞去原职嘛 对不对 那如果直辖市议员 或县市议员 他来 有更高的一个职位 的话 是视同解职吗 我这个请 市长说明一下 好 跟委员报告 第一次法 它是规定就是说 市统辞去原职 由行政院内政部 县政府通知其服务机关解除 其职务职权或解聘 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对嘛 如果是直辖市议员是由谁 直辖市议员由行政院 那如果县市议员呢 县市议员由内政部 内政部嘛 对不对 那 所以啦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一次有多少议员是辞职或解职的 我 选上立委的是吧 对 很抱歉 我现在没有一手头上没有这个资料 好 没关系 我只是要 都辞掉了 蛤 都辞掉了 都辞掉嘛 对不对 因为你们一直要求人家辞嘛 对不对 是不是一直要求人家辞 我们有要求人家辞职 就论的时候就要辞嘛 对对 对对 那 到底法规是这样定喔 我先请问一下 民意代表可不可以兼职 没有说不可以 不得监论公务员 各级民意代表也不能互兼 对嘛 你一个立委可以兼市议员吗 不行嘛 如果是公家的 公职的 就只能择一嘛 对不对 那我们地制法明明就有规定啊 如果他去就职日 就仕同解职啊 不是吗 是 那我要请教就是说我们的法律见解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边一定要要求人家辞职 为什么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不要求辞职他那个职位 呃在议会里面他那个职位是存在的 那存在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正义 所以我们会要求就是 呃这个已经就认 不 正义在哪里 地制法你刚刚不是也讲的吗 就仕同解职 刚刚是你讲的 对 仕同辞去原职 但是还是要由那个 呃这个 行政机关去给他解除 如果他 那个不辞掉的话 行政机关还去做解职的工作 我跟你讲啦 哦 地制法第79条写什么 不一定是什么 其实9条是阴暗必须要解职的问题 没 他没有没有没有 从头到尾没有阴暗哦 但是我们 从头到尾没有写到一个阴暗哦 你把法条看清楚再回答我的问题哦 有没有阴暗 你看清楚再回答我 哦79条是这个 呃 有下类情侍者 对啊 就是因为比如说他有那个 他还有一个 我不要浪费时间啦 因为后面 他的 啊 知酒 有本法所 所定因于解除职权或职务之倾向者 我今天提出这个是什么 我认为啦 这个法律不是有行政机关 你们这样说叫人家辞职就辞职 我们应该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因为各级民意代表这么多 也不是就许员选上立法委会有这个问题 以前有的乡民代表 人家选上议员 同样说 面对这种问题啊 应该全国同一的处理方式 同一的解释 同一处理嘛 应不应该 应该啊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地制法就是这样 没有啊 你地制法人家 他如果 他如果 另行就职就视同解职了啊 不是吗 那你刚刚也说你们都要求人家辞职啊 是这样哦 我们要求辞职是因为我们就不需要再去把它解职 他如果辞掉就不需要解职 但是因为 没有辞 所以只会 对嘛 所以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解职嘛 因为你的不需要解职 就要求人家去辞职嘛 你行政机关该做的 你没有做嘛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事情不要用两套标准 这样 全国很乱啦 如果以后要统一解职 就统一解职 统一辞职 就统一辞职 不是有你们要跟他叫人家辞职就辞职嘛 不然这个法律规定是什么 我就有这样子啊 希望部长和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张委员 接着请陈其迈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 我请教一下 部长 法务部跟 这个 我们 陈部长 法务部送检察官 跟 司法院 洋法官 洋法官 这个三位好 我请教一下 就是说 现有的这些案例 在法院审理的部分 或者是在我们检察署的部分 那 假如是属于地方议会量票 那我们的起诉法条是什么 判决有罪的这个法条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稍微说明一下 我想 针对量票的部分 这个其实委员 今天很多人都提到 就是刑法132条的 泄漏国防以外秘密罪 泄密罪嘛 是 对不对 那在法院审理的过程里头呢 我想如果判有罪 应该也是依照起诉的法条来判有罪 那换句话说 假如说这个 按照我们现在刑法跟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那假如起诉的法条是泄密罪 刑法132条的一个泄密罪 那法官假如认为说 他引用的这个法条错误 那可不可以变更起诉法条 可不可以 我想这个就是同一案件的问题 基本上他如果是属于 法院认为是属于同一案件 他认为起诉事实范围一致的话 他是可以做法律 就是起诉法条的变更 他可以嘛 对 对不对 那为什么从来没有变更过 为什么 就是说现在我们在争执是 泄密的这个部分嘛 对不对 那假如认为有违反其他法律 譬如说选罢法 或者是总统不总统选举罢免法 或者是这一个刑法的妨碍投票罪的这个罪章 那假如有适用其他法律 为什么不适用其他法律呢 为什么没有去变更起诉的法条 那就尽为 这一个132条的这个同意或不同意 就判决有罪或无罪的一个决定而已 为什么 我想就可能法院对于讲法官起诉的时候 应用法条认为没有需要变更的 没有没有需要变更嘛 那为什么没有需要变更 换句话说 这个意义是什么 意义是说 你在其他的法律其实是没有规定的啦 简单讲 我这样推论有没有道理 你同不同意啦 你其他法律没有适用的啊 你假如认为说这个事有涉及到譬如说妨碍投票 那你就在刑法嘛 那你假如违反选罢法那你就在选罢法 你可以变更起诉法条嘛 对不对 没有啊 所以就只做妨碍 这一个 洩漏国防以外的这一个秘密罪 去做他的一个 决定说判决说到底有罪或无罪嘛 对不对 没有没有 没有从来没有变更起诉法条过嘛 对不对 所以在实务上 我的意思是说实务上 从地方制度实施以来 在地方的这个首长的一个 这个议会的 这个议长的一个选举里头 是涉及到的法条 就只有132条的 妨碍秘密罪嘛 对不对 好 那假如是妨碍秘密罪的话 那 妨碍秘密罪 你把票投给谁 好 那这个当然是量票是一种行为嘛 那我投票人我告诉我的党团说 我投票我投给谁 我告诉人民说我投票投给谁 那这样有没有涉及到 这个妨碍秘密的问题 有没有 同样的样态啦 你如果告诉我这个投票给谁 这一个 它在政治上的一个表态 它是涉及到泄密罪 那我也许没有量票啊 但是出来我告诉众所皆知说我投票投给谁啊 那这个同样的部分 同样的样态 同样的行为 这个立场里面说我量票投给谁 那出来外面说我投给谁 那这个为什么其他的行为没有妨碍秘密的问题 我想 这因为委员问的比较那个概括一点 我说 假设的情况啦 就是说特定的情况 如果假设是说 今天这个认为是 就是投票这个行为 议员这个选举这个议长是一个 应该保守秘密的行为的话 那他不管是在 谁啊我出来我说我投给刘世邦啊 对我说不管是在议会里面 或是在议会外都会构成啊 是 那怎么会不会构成啊 那我出来我也是把这个 假设这个是洩漏国防以外的这一个秘密嘛 对不对我出来说 出来议场外面或者正式召开记者会 或者是我们的党做决议 那大家都同意 那这个怎么会有泄密的问题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从法条整个解释的一致性来讲 它既然是一个秘密啊 不管在什么场合 它泄漏都会是一个秘密 对啊没有错啊 所以意思是这样 所以它也不涉及泄密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从一开始讲到现在 从整个实务上 这个都不构成刑法的130条的泄密罪了 从头到尾 你从实务上来看 对不对 你不管说从你们起诉的法条 跟整个法院的一个判决 只是说当时大家对于说是不是妨碍 是不是涉及到妨碍秘密罪 那这个部分在法令的一个解释上 有所疑虑嘛 所以你们提的非常上述 到最高法院 104年9月1号 最高法院第14次的刑事庭的一个会 就是采取否定说啊 对不对 就采纳否定说 所以对于法令的一个解释 现在 有没有一致性的一个看法 有啊 认为这个属于它投票的一个地方自治 一个事项的一个范围啊 对因为之前最高法院是认为是有罪啦 就是构成 就是构成130条 有罪有罪没罪嘛 对不对 那就是所以我们提起非常上述 认为说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 是最高法院它是有 认为有罪的判决嘛 那可是因为高院他这边认为是无罪嘛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又统一解释法院的必要 所以才提起这个 所以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那结果是 当然是他们认为这个是 最高法院认为没有构成嘛 是 最高法院最后的一个结论 在未有刑法明文规范之前 已由议会内部纪律加以处理 司法权不介入嘛 对不对 所以司法权保持沉默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既然是由议会内部纪律加以处理 是属于议会内部的事务啊 那这个跟 刚刚李军委员 开中民一代讲的 宪法的129条 本宪法所规定的各项选举 这个是不是包含在里面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啊 我想这个 因为这个是最高法院表示的意见 我们是尊重 那我请最高法院表示 来 最高 不是 这个我们这个司法院 如果从129条的文艺 还有其他宪法规定来看 因为宪法并没有就 地方议会议长的产生方式 有做任何的规定 所以这部分应该是属于 宪法没有规定的部分 宪法没有规定 那对于 宪法所规定的这些选举的 事项以外 宪法的这个有什么法律规定 现行的有什么法律规定 有没有 其他的选举有什么法律规定 就宪法以外的其他选举 有什么法律规定 就是说那个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还有总统副总统 这个选举罢免法里面 有救人民这个 投票方式有做规定 对宪法对地方制度的 有没有规定 地方制度怎么处理 宪法部分没有做具体的规定 是在地方制度法 由立法去形成 宪法 在118条跟宪法征修长的第9条 都有规定的非常清楚 直辖市的自治 是以法律规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立法院 修地方制度法嘛 没有错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地方 这是部长 所以刚刚把所有的 这个法律的一个体系 做一个釐清嘛 第一个宪法没有规定 对不对 第二个 其他假如有规定 在善见其他法律 你包括说 刑法的妨碍投票罪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 选霸法 还有公投法 这些规定之外 那其他这一个 是属于地方制度的 地方自治的事项嘛 那地方自治的事项 就是地方制度法的一个规定嘛 或者是说 地方的议会 在行使投票的行为的时候 就由最高法院我刚刚所念的 这个是议会内部的纪律加以处理 司法全部应该介入嘛 所以讲得非常清楚啊 这个是属于地方制度 地方自治的事项里头啊 对不对 是地方制度法規划的事情 地方制度法里面规定 所以我们现在争执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剩下一个问题嘛 那地方制度法的 我们在对于 地方自治的事项 那我们要不要用法律来规定说 那要亮票 不亮票 那这个是不是要给予 相关的一个处罚规定嘛 是 对不对 没有错 就只有剩下在地方制度法的一个规定而已啊 没有错 所以 为什么刚刚早上 这一个本党的委员一直在坚持说 那现在现有的地方制度法的状况是如何嘛 那我都在买票啊 这就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 所以我们立法要去做一个横平性的考量啊 不是这样吗 买票都国民党的啊 或者是国民党比的比较多啦 但是买票这个致命没说绝对的关系嘛 这是我们一代共调的这点嘛 没有啊 这后的就没关系 你看所有买票 买票政党都国民党都不懂的 结果今天在标示反对的意见 都国民党 要贏票的人 来说这个 这个要量票 你不觉得很奇怪 不可以量票你不觉得很奇怪 没有这这样啦 因为这个是 这没问题啦 这附近啊 我想你也会同意啦 以后怎么样 我也不敢保证说民进党籍的人 不会买票啦 但是过去的实务上的发生的这个 被政党联座处罢的规定也好 或地方 这一个议长选举的 买票的一个案例来看 国民党比较多嘛 对不对 或者是五党籍比较多嘛 会买票的政党 他说不量票 啊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这... 你要是说啦 你如果说 啊不然要譬如政党说 这个 坚持不量票 那...那你要 这个... 这是要说 旧书论输啦 是啊 因为... 你... 那个记名投票的位 我级开位 我可以看你有投法吗 你可以把他威胁利用 都可以啊 所以这个... 对于这个自主性 这个选举人的自主性 受到影响 我带另外一个方式问你啦 吼 这个... 郭民党 如果说在选議長啦 吼 郭民党说 民政党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 政党政党 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这也有... 委员说啦 就... 跨... 跨人 这个人是好人 还是坏人 这个人是坏人 那我也有输 输高的高情嘛 哦 输高的高情 所以 你这个政党政党 你现在这个政党政党里里里里啦 跨党投票是一个 相当异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不要... 因为他已经违反说 他已经违反说 在党团在整个 这个党团的运作 或政党运作的一个民主原则嘛 啊这部分 你跟政党党去约束啊 这是... 这没错 这是约束 这个 是选民的一个表态 所以你参加一个 这个政党 那当这个政党要求说 你要投给谁的时候 你违反 这个相关的 那党当然会要去处理说 要把你开除党籍嘛 对 但是 这个跟亮不亮票 规定无设嘛 对不对 他也是... 他记民投票 啊他就国民党要打民进党 打出来后 国民党要开读 那这个是政党自治的一个范围里头嘛 这个没有争执啊 这个跟所谓的记民投票 不记民投票 这个是无关嘛 但是 不是为了说 要让政党约束 等下 这个主党说这个要公开记民 这也 说不过了 这个 这个 政党政治啦 我们刚刚讲过说 这个是议会 的 这个地方制度 地方自治的事项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 政党内部的一个事务 政党要怎么去做约束 你现行的法律 第一个 在刑法未有民法归户前 这个最高 法院的一个解释里头 这个是议会自治的事项嘛 因为他自己去判定 他自己怎么定就怎么定 但是在政党政治的一个情况里头 政党的谁要投给谁 当然是要根据政党的一个主张 跟他的一个意志去投票嘛 那你假如认为说政党 你不符合政党 政党要做党纪处分 那有党纪处分的一个规范嘛 不符合政党的一个主张 我只是 不符合政党的一个主张 他是对他的参加民处分的 就不会影响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不会影响到说他投票的自由啦 不会啦 这个不会啦 他要投赛的他的事情 他要党纪处分 你去党纪处分 你参加民不符合 你要 到底 你如果说要投赛 投赛 你是对参加民处分的 我如果这样说 就是说我佩协 我要投赛 我也可以认票 我也可以计名 这是同样的意思啦 因为 所以 所以我们为什么主张说 你在政党政治 第一个这个原因里头 你量票本来就是很正常 或者是你计名 本来就是很正常 不管你是有党无党 第二个 我刚刚跟 这个部长就叫的啦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会买票的政党说不量票 强烈主张不量票 你不会觉得这个很奇怪吗 这个 部长 不要给谁安另外一个 没有 我也没有说国民党啊 你也不能对好 所以我也说 没有 是不相信 过去是国民党比较多啦 昨天以前国民党的委员比较多啦 这个 这个 我马上结束我的质询 我这个部长 我们其实都知道地方制度发生什么事情 你 我们只是 这个 你不方便把话讲出来 我们都知道地方制度 在自治的过程里头发生什么问题嘛 就是没有量票 就是没有计名投票 才衍生那么多的金钱介入的一个空间啦 这不是这样吗 就是因为这种制度的一个规定 大家有我们买票啊 怕会开赌啊 那一方面 有党义 那一方面又想收钱 所以才会衍生这种结果啊 不是这样吗 或者是重复拿 有可能啦 所以 我回到我的结论啦 从整个包括从过去的一个 这个司法的一个实务 跟现在现行的地方制度的一个实施的状况 来看 这个是属于地方自治的事项 第二个 我们认为啦 在现行 你假如没有计名投票 这个是 地方黑金政治的一个渊源 我们觉得说 你也可以主张 说这个量票怎么样 这个怎么样查核什么 这个这样好对方要买票 先说不 增加买票的投票率 只是说这种讲法是一个过去买票政党的讲法 我们在讲的是实务上 在地方我们要做 国会要做一个判断的时候 是理解到说 地方在整个进行 议长选举的时候 这种弊端重申 在 作为一个横平性的考量 假如 公开记名投票 会减少这种买票的弊端 这个是选择的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陈其叛委员 接下来请刘士芳委员 再进一下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可不可以请一下 部长 主板要辛苦一点 部长 麻烦你一下 部长 我看你今天的书面报告 你是有提到说 我们相关的学者专家 在开会的时候是在103年 对对对 那103年的时候 那时候九合一 还没发生嘛 104年叫九合一嘛 你不知道九合一 结束了 所有的管理机会 在那里 在那参计议长和副议长 有亮票 没有亮票 我现在讲亮票不亮票 我不讲记名无记名 我记得就是因为 那个 高典法 最高法 有那个解释 所以 唯有亮票没错 是啊 所以 市委 操作 顶管 无论顶管是 说的 地方制度法 或是 选霸法 或是 政党法 里面的一些部分 是不是 可以重整一下 就是 我们 我们是回应一般 选民的需求 一般的选民 希望说 他所选出来的 民意代表 会按照他们的期望 去投议长 副议长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如果你认为说 用无记名投票 或记名投票 这样的名词不当的话 你觉得用什么方式 可以 正式回应外界的要求 现在的制度 在没 对亮票 等于是说 没相关的法则 不过 过程 这个妨碍秘密 罪的这个情形 只要 事实上 政党 你要要求 他亮票 他 现在就跟你说 就有人在亮票 有人亮票 有很多 但是现在无记名的 我们也保持 有 让这个双喜人 有一个自由 的这个空间 你的意思是说 弹性很大 要亮票 不然要亮票 都不要紧 吴记名跟记名 都可以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不是 我是说 现在的制度 制度 才吴记名投票的情形 就莫衷一事嘛 那这样 那这样子 我们的法务机关 我们的其他的司法单位 怎么样去办这些呢 我们以高雄市为主 来看 高雄市議会 上一桌不是这一桌 就是有人亮票 有人没亮票 有人要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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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全是同一檔的 议员 这不是很奇怪嗎 我是说 我们如果主庭 要继续 原来这个 不记名的投票方式 我的看法是 应该要加上罰则 罰则 你是说行政罰则 刑法的罰则 刑法的罰则 就是说 你不可以亮票 不可以 但目前现在的制度 没有罰则 就变成像你说的 有些人去亮票 但是没有罰 我们要罰 但是我们还主庭 我们的法令 又是无记名的投票 不定 亮票有很多不同的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亮票不是 你说把票揭出来而已 有些人是拗一分嘛 有些人是叫后面看嘛 那眼睛都要很好的嘛 那也亮票 那是要做什么呢 因为一个地方上 选出来的议员 照讲他有很多支持者 他应该是很大方的 告诉他说 他要选议长 跟副议长是选谁呀 而不是为了新台币去选嘛 那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又为了回应 选民的选 而且 议长跟副议长选民 不是直接选举耶 那不是 这件的 说法当然我们都赞成 但是就是说 我们对人的 这个选举 尊重这个选举人 这个自由议题来说 应该是 不定我请教你啦 你的103年 回到104年 有法国开会吗 没有啦 担对地方制度法 还是担对选拔法 是因为这一道 是因为这一道 民进党的林俊宪委员 跟陈寗威委员 真的要提案 要修改地方制度法 你们这要再开会 还是你根本就没在开会 反正法律过了再说 这样子未免太多了耶 没有啦 这因为我们认为说 这个未典的社会 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 共识 所以我们认为说 目前这个 这个 经格的 这个对宣法来的 这个对人 用秘密投票 这个 基本的这个环境 应该是适用 所有的选举比较好 所以我们认为说 除非大家说 有相当的共识 如果所有的议员 在投票前 他们宣誓在投票前 的时候呢 就说我们要采取 这个所谓的 这个 激民投票的话 这样可不可以 自由 弹性的选择 我上面 請全家学生 走地方的议会 来开会 包括地方的议会 对这个 你说的多数 你可以跟他说 多数是多少 多数 我請 我们总共是23个 縣市议会 有多少 有多少 包括 我只 我只先了解 议会大概有多少 同意改采 计名投票的议会 有多少个 可不可以告诉我是哪一些 調查 等一下 現在 意思 意思没有这个 我再在 補兵 真的有趣 因为台南市议会 在選舉的时候 民進黨里面 开讀的人 有五个 有五个 啊这五个都很有趣 你也知道最后 發生什么事情 所以 如果真的要 防止这种弊端發生 為什麼要用这种方式 又规范呢 為什麼你那裡堅持 不是 是坚持 我之前说的 非選 怕这个 寄名 这个投票 不絕對 相關 这是我们 強調的事情 我不是说 一定不可以改 但是这个改 就要改更好 改更好 你认为要改更好 改字名投票 基本上 没办法刷我 就是说 你对这个 選舉人的 自由意志的尊重 这点是 比 秘密投票更差 所以这点 应该是要 说的 你要考虑到 秀动 秀动 他的 他穩作空間 秀动 你说秀动 你说五檔纸 是不是 五檔纸 还是秀动 他们可以联合吗 是 我现在要了解 大部分 秀动 秀动 行政人员 说的部分 并没有代表秀动 本身 是 不一定 但是 这个事情 我只是可以 照顾 秀动 这样 不一定有 請教其他学者专家 就是说 吴季明和季明投票 当中这样的 唯一选择之外 有没有第三种 替代方案 这个黑白的 不是季明 就是不季明 我刚才有说到 有没有弹性的选择 譬如说 让每个议会 在第一次 要选择 要选举这个议长 副议长的时候 就自己做决定 但是 我們民权初步 保障人权 也保障到选举自由 也可以这样做啊 就这点来说 我是觉得 这样是不是 每次都在改变 都在改变 这也不好 是什么不好 这个制度上 全性都一直 国管事都相同 比方说 今天这次 我们用 寄名 后来大家说 要用不寄名 可能会参与一些求分 什么 求分 总比会选 查查 你知道议长 选举都是 多好议员 选打算嘛 所以那时候 就是 一番两个人 对一段 一些人 大家如果说 为了这样 我们再来 改变这个 技术規制 一定会产生 對 但是 部長你知道 我们的典典一道 高雄市议会 在选议长 副议长的时候 你知道 地检署出动 五组检察官 跟五组监视录影器 把所有的議員 都动作像杀人犯 凶手在那儿 在看 这是要做什么 就是要看 他那边 有拗分 没有啊 有量票 你都动作 你动作准犯人 在看 那是有人权没有啊 你只说秘密投票 是尊重 他的自由的意志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 要真的好好考虑 是 因为 因为我觉得太多 太多 好 拜託 谢谢 接下来吴其名委员 吴其名委员 主席 我请我们陈部长 部长 今天 我所得出的 就是我们的 地方自治法的问题 因为 地方自治法的问题 我刚才 我在这里 会面 听了很久 我也了解 地方自治法 是需要来修改 尤其 你都清楚 在我们的 民意代表 尤其 过去 在我们的 新北市市議会 99年 我还在担任 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 也是会选案 量票的问题 所以量票的问题 过去 我们有很多议员 都要谈 谈谈谈 谈谈谈 认罪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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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叛两个月 但是 现在 他们在后面 没有认罪协商的 都叛不出 所以 有公平性吗 所以 现在大家在讨论 我们的就是 自民投票的问题 尤其 你都很清楚 包括 我们的 議長 副議長 每一边的 選挙 都是 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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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天使说 我们台湾 的文化 这个文化 需要来改变 过去 我们没量票 民进党的要求 我们都身为民进党 又是民进党的双民 集集出来 你没量票 你要怎么对 民进党 再集集 再交代 所以 你说 都要一致性 我刚才听说 要一致性 但是一致性 这对我们就不公平了 我们过去 我们认罪协商 判两个月 没有认罪协商 十四个 判无罪 所以这点 我请问部长 未来 是不是要符合民意 符合民众 我们要采用 自民投票的方式 你会看 在这里 我相信 对这个 寄名 驾不寄名 大家讨论很多 这些 我在说 过去大家都在说 寄名 就会 比较减少 汇算的问题 但是 事实上 大家看法 又不一定 因为我们普通 在宪法 虽然 没有把 副議長 的选计 动作是 宪法规范 的范围 但是 我们 宪法 的精神 就是说 对选人的部分 是主党 用秘密投票 不济明 的方式 来做 尊重 参与人 他的主要 的意地 所以这点 如果要做 改变 我不是说不行 但是社会 目前 可以对这个 看法 是阿哥 真 分析 部長 全体 本身 也提出要求 尤其 我们 可以说 包括 議長 副議長 包括 鄉頂 代表会 主席 副主席 可以说 他的 汇選案 和 跑票案 这都 是过去 传闻 都非常久 但是你为了 说 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说 现在 两票已经没多了 是不是 可以说 全国一致性 就采用 致命投票 这才可以说 符合民意 我相信 柯頂你应该很清楚 尤其 在南部 你说 鄉頂七 代表会 主席 副主席 包括很多議会 这个 汇選案 这个 跑票案 英文就是 正義不凶 所以说 在这个部门 本席要求 也是一定要来采用 致命投票 和全国一致性 才可以说 解决到 最多的问题 所以我 本席就是 一个想的 所以在九十九年 反省两个月 不认罪的 学生的 后面 十四个都不认罪 所以在这 要一致性 所以希望 補充 你也是地方出来 你都很清楚 所以在这 要说 造成未来 不必要 会困难 也让地方 不用造成 那么多分钟 刚才我听到 陈其脉委员说 买票 这是大家都公开 来自 都是地方 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说 要为了 赌票 的问题 本席 要求 一定采用 我们的 居民投票 这才可以解决问题 这 重分 尊重大家 这个 重分的 讨论 我是提供 这个参加疫情 咱们是怎么 我们的主党 应该采 秘密投票的 这个理由 给大家参加 因为 其实 可以说 要符合民意 我们也可以说 来政府 来基盈 来基盘 这个 民调嘛 因为不管国民党 民进党 过去 我们的策创 民调是最高 也最准 也最符合民意 我们可以说 找出 几间 我们的民调公司 中立的民调公司 就要做民调 要如何符合 我们的民意 让我们的民众的期待 不要说 我们身为政党 算出来 大家一定要符合民意 所以 我们不敢说 诶 没来量票 所以说 在这个部分 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一定要尊重 我们的民众 对我们的期待 所以 我本身在这里 提出 我们可以找民调公司 来做民调 这相信 绝对有要符合 我们的民意 你的建议很好 我们会回去研究 所以说 今天 本社特别提出 本社 担对 我们的地方自治法 所提出的 也希望 我们的来政府 要有作为 在这里 感谢 谢谢 好 好 好 接下来 这个 林俊宪委员 林俊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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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时间8加2 好 好 谢主席 本时邀请部长 部长 我程序再做一次宣告 有一些委员没有来 我们中午不休息 继续审查法案 好 好 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 你早上受访 我看你在媒体公开说 如果 政府议长选举 亮票的话 有违宪 我没有这样想 我没有这样想 你还没这么说 我是说 憲法的精神 那里面是主席 应该要尊重 算起人的这个自由 那媒体的报导是 说 部长表示这样有 违宪之余 我说 这个 如果委员说 要减少训算 来改这个 记名投票 这个 我认为说 这两个 是没有绝对的 因果关系 我跟你说 现在 如果立法跟行政 有不同的看法 三权分立 那现在 之前有司法的一个 判决嘛 最高法院的解释那么清楚 最高法院的法官 都笨蛋 他们都不懂宪法 怎么会有违宪呢 他的解释很清楚 政府议长选举 乡政市代表会 政务主席选举 那是民意机关 本身的议事行为 这个跟宪法 保障人民 秘密投票 那个是不一样的 一个选举行为 他说 你不要 你也互买 我没有互买 有啊 我看最高法院的解释就是这样 为什么今天我本身也提出修法 就是因为有一个法律的根据嘛 如果法界 都已经做出这样的一个看法 法界是说 政府议长选举跟 乡定市代表会主席 政府主席这种选举 已经不是宪法 所保障的那种秘密投票的选举行为 而是民意机关的议事行为 所以 量票无罪 他不是互买解释的呢 这跟什么危险能有什么关系 这 你两个人一直混淆一下 我没有说危险 但是我说 这个该做姿名投票 是会影响到 这个选举人的自由 议题的发肥 那我现在帮你澄清嘛 部长说 他并没有说危险嘛 我不对 没有说有危险之余 你不这样说 我说这有讨论的空间 那我现在再跟你讨论一下 政府议长选举 量票好还是不量票好 就是说 计名投票好还是不计名投票好 其实 各有优缺点 没有一定 这点我赞行 只是啊 在台湾 政府议长选举 用秘密投票 实行到今天 问题很严重 我们得到一个 惨痛的教训 就是啊 凡政府议长选举 或者是 乡政 市代表会的政务主席选举 买票非常严重 你做来做不到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 这种选举 充满了 不只金钱哦 甚至暴力啊 恐吓威胁 媒体经常在报道啊 而且喔 很难抓啦 抓不到啦 你同不同意 台湾的各项选举 不只是政府议长的选举 有会选的传闻 其他的选举也都会有会选的传闻 但是 检调单位 他们都 竭尽所能 再去 好 你回报到我的重点 好 我再 就部长你刚讲的 你說 把政府议长选举 修为 亮票 就是 禁民投票 社会没有共识 你有这样说吗 我不对 你是不是 有这个调查 你怎么知道社会没有共识 我 你是要跟你说社会没有共识 100、3年 7月1日 我有交易做电话 等于 一个座檀位 你就可以知道 臺文人民的想法 我如果有问国管市的意見 其中我这台掌握整个管市里面 八个管市里面 有两个管市 是主席 是暂行记名 部长 部长 五位官司啦 五位官司 七位 才有七位 全民最大的共識 就是反會選 所以 如果 哪一個方法 可以 減少甚至杜絕 政府議長的買票行為 就用那個方法 當法務部不是說嗎 政府議長選舉 如果用 記名投票的話 他們比較 他們比較容易偵辦嘛 我說的是比較容易 有可能 來減少或者杜絕 但是 哪一個投票人 他的這個被受威脅利誘的這個機會 你不記名投票就不會喔 一樣會 但是記名以後他更可以驗收 那我們可以說啦 台灣啦 秘密投票 選政府議長到今天啦 問題很嚴重嘛 這在台灣施行那麼多年 你不要媚於事實啦 我講的也是事實 我想這個是事實 沒有定論 我同意你剛才講沒有定論 但是 也不要把記名投票 講成萬零丹 說就可以解決會選的問題 我想覺得沒有這個問題 解決 絕大部分的問題啦 太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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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你看我們來試試看 你不改變啦 就死水 就吸在這裡啦 你不改變齁 就買票越來越猖獗啦 我舉我們台南做個例子嘛 國民黨有16席的議員 他選了29票 這樣有效嗎 這樣是怎麼選的 但是今天也有人說 有可能是候選人的問題 有啊 他選了比較遠 他做人比較好 大家都要投給他 不買票耶 16票拿了29票 那麼可能嗎 我覺得啦 這樣子的修法改變齁 真的 對各政黨也有好處啦 黨紀可以彰顯啦 各政黨齁 比較可以控制自己的議員投票行為 同時民力代表啊 也要向選民負責 向人民負責 你怎麼投票也要讓人民知道嘛 如果如果是要靠這個 修改地制法來 彰顯 這個黨的這個耶穌麗 我覺得也很疲愛 那個黨也很疲愛 嗯 啊我黨的很愛買票啊 你剛剛問你哪個黨比較會買票 你覺得呢 我感覺沒定論啦 沒定論的 來 中選會有沒有在不在 中選會來 沒定論 好請 你好 你好 請教那個選爸爸 第112條修正以後 買票政黨要負連帶責任 政黨要罰錢喔 對不對 對 到現在為止 國民黨罰多少錢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是我們法政處那邊的業務 但我知道當然是 那個國民黨被罰的比較多一點 佔幾趴 這個詳細的數字 我不曉得 這樣快九成啦 沒到九成啦 有一年啦 馬英九當黨主席 他的政黨啊 編了三千萬 國民黨編了三千萬準備金喔 結果國民黨被罰了四千五百多萬 準備三千萬 還不夠 來罰 就是買票連帶處分啦 部長你知道嗎 我不了解 你不了解嘛 我請中選會 中選會你把資料給部長當參考 他不知道哪一個政黨比較會買票 沒錯 選爆啊 112條修正過以後 買票啊 判情確定 政黨要連帶罰款 啊我現在就叫 中選會 從這條法律修過以後 到 今年選舉啦 一共有多少件裁罰 罰了多少錢 讓你部長當參考 那你就知道 哪一個政黨比較會買票啦 國民黨 不管是件數 或者是罰款金額 都差不多九成啦 中選會也給我一份好不好 因為我 因為我只到三 我只到三年前的資料 所以 你 也不能怪你啦 你 好 中選會請回去了 你不知道嘛 啊 部長啊 你到馬政府的 隔園啊 總是要叫你說 國民黨比較會買票 你說不出什麼 你 就輸輪輸啦 就輸輪輸 你做到部長不知道誰比較會買票 我說 都會改啦 大家也會改變啦 我們也希望每個政黨都變好 因為現在買票 越來越沒有效果啦 這個也是事實 但是喔 我們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人 你制度要把它定好 你在政務議長選舉喔 為什麼有人敢買票呢 因為啊 不容易偵辦 過去啊 政務議長有 有抓到的喔 絕大部分都是 就是臥底反條款 都是 議員喔 自己投漢啦 自己拿錢出來啦 很少喔 從外面可以突破 因為有小圈圈嘛 那議員 互相選議長嘛 很差 你說你 秘密投票喔 如果你的政黨啦 你的票跑掉啦 你說跨黨派投票 有啦 你剛才一直在政務嘛 當然有可能啦 但是喔 非常不符合現況啦 還有沒有董牌啦 因為啦 因為一般啦 一般的 民進大法在競選啦 很清楚啦 沒有政黨的支持啦 提名啦 以現在的選舉狀況 政黨政治 你很難當選啦 所以他就密閉投票 他如果沒有投給自己 政黨提名的 政務議長啦 就是投票啦 我們現在允電市65%的 投票差不多都是他買票的啦 我們要騙銷的啦 對不對啦 部長 好 謝謝部長 好 謝謝主席 好 接下來 許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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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藝人委員 不在場 接下來 高路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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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場 柯建民 柯建民 柯建民委員不在場 黃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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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哲委員不在場 高金 蘇美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部長 好 部長 今天雖然是 今天雖然是地方制度法44條跟46條的修訂喔 但是呢本席今天要針對原 呃 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 向您救救 不知道部長知道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就是 地方選舉的原住民的議員 和他的代表有關的規範嘛 對嗎 應該是 我記不得那麼多的條文 好 三十三條 他是對於原住民的議員還有代表有關的規範啦 那目前為止呢 我覺得這個部分喔 因為我們有分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 那麼地方上有非常多的需求 就是說我們一旦沒有辦法把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打破的時候呢 其實對於很多在都會區裡面的我們原住民的族人的權益受損 不管是他是被選舉權或者是他要服務的實在是有一點點的落差 我舉一個例子 有關縣議員的部分 因為彰化縣他沒有三地鄉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選出三地原住民的議員 但是呢我們地製法第三十三條有規定 平地原住民人口在一千五百個人以上 就有一個平地原住民的議員 所以這個部分的確是疏漏了我們的彰化縣 因為彰化縣現在不管平地原住民也好 三地原住民也好 人口其實都已經超過了一千五百個人以上 那也就是說在彰化縣裡面沒有一個原住民的議員 所以我們原住民不管是平地原住民也好 三地原住民也好 在彰化縣他沒有議員產生 所以第三十三條我們必須要修訂一下 那再來就是有關鄉鎮市區代表的部分 一樣地方制度法的第三十三條一樣有規定 按照平地原住民人口跟總人口的比例選出 平地原住民人口達到一千五百個人以上 至少要有一個代表是平地原住民代表 可是您知道嗎 當我們把平地原住民這個名字放上去的時候 事實上像我們的吉安鄉 我們三地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就沒有辦法投票給平地原住民的代表 所以我要講的重點是 如果我們不把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 這樣子的名詞打破的話 其實在第三十三條裡面的規範裡面 我們有非常多原住民的身份的代表也好 議員也好 他就沒有他的參政權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第三十三條的部分 我希望部長你能夠了解好嗎 我們願意來研究 例如我在講 花東地區有非常多的三地原住民 其實他已經不住在三地鄉了 他住在吉安鄉 那他的人口其實也超過了一千五百個人以上 那麼在吉安鄉的三地原住民的選民 我不能夠投給平地原住民的代表 我也沒有三地原住民的代表產生 於是乎我三地原住民的族人 我就只好投給漢族的代表 你不覺得很混亂嗎 是的 我想這一部分 一切可以來檢討 好不好 我想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原民會呢 他已經提出了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 原住民各級民意代表選舉制度的研修報告 不知道部長你拿到了這個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拿到 聽說剛拿到 拿到了 那不曉得您看了嗎 還沒看 還沒有還沒有 好 我希望您今天回去了之後 花點時間看一看好不好 因為這裡面就是有包括本席剛剛所講的 當然我們最希望的就是把所謂的平地或三地的區分拿掉 原因是因為呢 三地跟平地這樣子的名字喔 就是政府過去在統治措施上的不當的區分啊 那麼當然就是刻意模糊了原住民內部族群的差異的現實 也是在分化原住民所謂的泛族群跟和諧 所以我們認為 如果 立法委員沒有辦法打破平地跟三三的部分 我們至少在直轄市的議員跟縣的議員 跟最基層的這些代表把它打破掉 就可以來解決我剛剛所謂所說的 彰化縣沒有原住民的議員 還有很多我們的鄉鎮的代表 三地原住民的立法委 那個那個三地原住民的族群要投給漢人的代表 他也不能夠投給平地原住民的代表 因為在第三十三條的規範裡面 就是你明確的文字寫說 平地原住民 所以你如果不把這個拿掉的話 其實呢我們有非常多的族人 他的參政權是被剝削的 部長您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我想您剛才所說的這個問題 到底三地原住民的人數不夠的時候 一千百人的時候 他是不是可以因為這樣而來 改投給平地原住民的部分 我想這個聽起來好像是有相當的道理 對這是一個 對這是一個 但是對於這個 到底是不是要把三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全部都是打破 那這個我想我們也要尊重 原民會的這些相關的意見 我們會來跟他做研究 據我已經看好 原民會提出的地方制度法 第三十三條的研修報告 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從歷史的嚴格 然後從憲法的角度 還有再來就是不要模糊原住民內部族群的差異 那我們希望是由民族別來把它列為 當然如果部長認為立法委員可能選區太大 還暫時不行 那麼我們也同意 但是至少在地方選舉的時候 他並沒有這樣子的差別 他就是民族別 原住民就是原住民 而不要把它分為平地原住民或三地原住民 因為這個的改變會牽涉到不只原住民跟一般漢人的權利 也影響到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的席次 所以這個我想我們還是要比較慎重的來考慮 所以呢本席呢也會在近期提出我的 如果在平地原住民跟三地原住民還沒有打破的狀況之下 我們如何來保障三地原住民 他在所謂的平地的地方 他要能夠產生出他的代表 我們也要來保障彰化縣能夠產出一個原住民的議員 部長你同意嗎 是是是 好謝謝 我們也請我們的招委下次也來排一下 我們地方制度法第三十三條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陳廷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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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討 周承秀俠周承秀俠周承秀俠委員不在討 孔文綺孔文綺委員 好 呃主席可不可以請那個部長 來部長 各位好 部長那個我 這個地方制度法 針對 地方制度法三十三條針對直轄市縣市員代表的名額 那事實上 我已經提了一個修正案了 那提了一個修正案就是針對 我們原住民的代表的部分 啊 原住民的代表的部分 呃 特別是針對第三項 啊 我做了一個修正案就是有三地原住民人口 一千五百人以上者啊 啊 在前前的以前 墓的總額外 應有三地原住民顯出的 鄉鎮市代表名額 啊 那這個是我們 本來是說 也可以 啊 這個來得及的話 就那到 這個能夠在內政委員會來審查 啊 上禮拜五已經副委了 啊 那因為我們為什麼會提這個案呢 最主要 啊 最主要就是我們 呃 這個 這個一些我們都會區啊 啊 就是有保障平地原住民啊 啊 三地原住民是沒有保障 像那個 竹東啦 啊 還有大西 啊 這幾個我們原住民的人數啊 都已經超過了 所以 啊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針對齁 這個部分啊 啊 部長這裡 是可不可以用外加的方式 啊 外加的方式來保障 原住民的這個政治產業 對 外加可能牽涉比較 啊 大啦 那這個 不過我們都會來跟 聯明會還有相關的單位再進一步討論 因為現在目前啊 目前 縣市議員 他是有保障你性的啊 保障你性的部分啊 啊 那你你性的話都是要 啊 要一定的 那個嘛 那他是內涵的 啊 就是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已經提了很久啊 啊 已經提了很久 看是不是有 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呃 內政部這邊來重新去 呃 這個來考量一下 因為確實這個不是全國原住民的 啊 因為目前內政部的考量 可能是認為是說啊 啊 我們三地鄉啊 已經是保障了三地原住民擔任 那平地 平地原住民呢 是在三地鄉是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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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保障的 那平地原住民就是啊 在在這個啊 人數超過啊 啊 這個是有保障 但是我們三地原住民在我們啊 啊 人口一千五百人以上的話就沒有了 那是 是這個是牽涉到比較廣泛啦 啊 這個包括原額的問題 還有可能跟這個啊 其他非原住民的這個之間 議員的這個啊 這個名額的平衡的問題 我想這個我們再來跟 啊相關的單位進一步的討論 好 那這個這個我想說 這個提案送出來之後啊 啊 本席的立場因為這個這個已經是長年的問題了 啊 這個不是只有現在才提出來的啊 我們是希望說透過修法的方式啊 啊 來這個根本的解決 我們那個原住民這個啊 在平地都會區三地原住民的參政權益的問題啦 啊 三地參政權益的問題 那另外 呃 在不久前啊 呃 我也知道我們內政委員會 也有針對我們呃 選霸法這邊啊 針對我們中央的三地原住民的立委的名額啊 就是啊 如果有人陰案啊 陰案被停止的話啊 被停止的話呢 是採用地補的方式啊 啊 那我覺得我自己啊 呃 本席也是提出了一個版本啊 啊 那目前照目前的規定 我們三地原住民的立法委員啊 啊 必須要有二分之一以上才能出切的時候 才必須要重新補選啊 啊 目前的規定是這樣的 所有的委員都是這樣 所有的民旦 對 因為現在平地區域的話是單一選期制嘛 啊 啊 平地區域是單一選期制 單一選期制 如果有出現的話一定要重新補選啊 那 但是我們 三地原住民在中央的部分 三地原住民啊 保障三席 啊 平地原住民保障三席 啊 那我們等於還是複釋 複釋選舉 那如果我們照目前的規定是你 超過二分之一以上啊 啊 你必須用補選的方式來辦理 沒有 沒有說是用替地補的 對 基本上這一點我們的看法跟委員的看法是一致的 所以我 我是 本席是建議啦 啊 當時那個中央選舉委員會那個主委 啊 他在這裡答覆 他認為說應該 啊 這個 如果有出切的話不太好 啊 應該是說要 公平公正啊 啊 這個不影響他一個選舉的結果 我覺得這個這個問題啊 啊 不能因為哪一個立法委員提案啊 啊 就就直接用地補的方式 啊 因為目前的區域選舉呢 啊 也是用補選的 三地原住民的話呢 啊 本席也是提了一個修正案 如果不一定要超過二分之一啦 啊 不一定超過二分之一 只要是有出切的話 因為我們原住民的選區是全國的 啊 全國性的選舉 啊 不是說這個區域 啊 這個是應該啊 應該是要召開一個公聽會 然後 我拜託一下哈 尊重一下我們幾個 啊 三地原住民 平地原住民 立委的這些意見 啊 所以我我我 本席是認為啦 啊 不宜用那個地補的方式啦 我們也不贊成用地補 因為地補只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 是會選 所以這個這個會會造成什麼呢 我們原住民的選區啊 最近最近陰暗被判刑被會選啊 被檢察官提起當選無效之訴的啊 幾乎是比例比這個區域還多啊 區域的反而沒事 每次選舉呢 原住民的選舉啊 這個中央的立委都會有事 大家都大家都很清楚啊 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這次又有 又有一位候選人啊 事實上這個案子在四年前啊 也有人提出來啊 當時是透過親民黨團來提案的啊 親民黨團提案 但是在內政委員會呢 沒有出內政委員會啊 因為這個是牵涉到 我們幾位啊 幾位選舉的 那後來呢被證明呢 那些被提起當選無效的啊 都反而是清白的啊 這個都還是當選有效啊 都還是當選有效 所以我是希望說 不要在這個目前這個時機啊 那提出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 那我是希望在我們全國原住民的選區 召開公民會啊 然後呢這個慎重行事啦 不要像四年前也提過一次啊 也提過一次用地補的方式也提過一次 是 只不過那一次是親民黨團提案啊 親民黨團提案的 後來沒有沒有成功嘛 啊 所以 這個有很多原住民的選制啊 這個是我是希望 我們內政部啊 中央選舉委員會啊 能夠考量到我們原住民選選舉的服員 是全國性的啊 這個跟我們區域的選舉可能是不太一樣啊 這個能夠尊重我們的民意啊 能夠多召開公民會啊 然後不管是說 今天討論的這個議題 議長副議長啊 剛才提到啊 呃就是在都會區啊 都會區啊 都會區有超過1500以上 好 這個部分呢 請內政部啊 再這個 去考量一下好不好 好 好 這個這個我們 是不是可以用外加的方式 好 我們來研究 好 謝謝 好 謝謝 鄭運彭 鄭運彭 鄭運彭委員 不在場 廖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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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拉斯委員不在場,袁寬衡,袁寬衡,袁寬衡委員不在場 趙天麗委員有會議詢問 謝謝主席,我想先請我們司法院跟法務部的代表 那個時間掌握一下 好,謝謝 首先我想對於主席今天排這樣子的案子,我覺得心情非常的激動 因為我們本席在第八屆的時候已經率先有提過這樣的案子 當時在國民黨佔多數的情況之下,我們一直沒有機會好好的審議這樣的案子,並且通過 那為什麼我會提這個案子,是因為2002年本席第一次擔任高雄市議員的時候 就是在那樣的一個最著名的政府議長會選案裡面 我們44位高雄市議員,竟然被起訴了34位 當時整個議會撐開保護傘,在跟整個檢調司法的行動對抗 而當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採取記名投票 所以使得各種會選的樣態都藏在這樣子的一個不透明的選舉方式當中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首先就是在今天的討論裡面 雖然我的案子來不及附議進來,可是沒有關係 這個案子早一日通過,都是正義的一個實現 所以我跟各位先表達我的心境 那我第一個要先從憲法的層次出來問司法院的代表 今天我很仔細的聆聽了您上午的這個跟委員之間的答詢 您說尊重就是立法院最後審查的結果 那我想請問您,您在憲法的層次裡面 您得以尊重立法院審查結果的法理基礎是在哪裡 向委員報告,由於今天早上整個討論過程最主要的爭議就在於說 就議長的選舉如果改成這個敬明投票 會不會有抵觸這個憲法129條的這個問題 那由於司法院基本上是負責司法行政 我們不代表大法官,所以我們並沒有辦法 具體的告訴您說到底這樣子的立法會不會違憲 那我只是就129條它文意上的解釋這樣來看的話 的確有關議長選舉的部分並沒有在憲法中具體的明確規定 應該怎麼樣產生這個議長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在這部分 初步看起來應該是立法院有形成的自由 那至於有可能以後會產生違憲爭議 那可能到形成具體個案的時候 再讓大法官來表示一件 我們不方面先表示 對您的回答我非常的尊重 任何的個案 這本來就是我們國家整個法律體力裡面 本來個案就是可以申請大法官實現 大法官也會針對個案去做出他的看法 但是在您今天基於司法院的代表裡面 在我們在審議的時候 第129條裡面的選舉樣態 並沒有明定到政府議長選舉的樣態 所以司法院在這個基礎上 尊重立法院所做出的審查結果 是這樣嗎 是的 謝謝 那你可以先請您請回 也就是說 有沒有違憲的這件事情 在法理上 我們立法院是擁有 來判斷的一個權利跟空間 所以我們就要負責任的對歷史 以及我們現在待會在討論裡面 每一個政黨每一個個別的委員 要在這裡做出明確的態度跟表態 並且在為歷史負責 我接下來要請教的是這個法務部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最高法院104年度 第1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這個決議就是因為在這個最高法院 針對包括蕭勇達議員等 的這樣的一個量票案 他們做出了最後的判決 認為是無罪 然後呢我們的這個檢察官 這邊有在提出上訴 那最後就由這樣的一個會議決議 來去做最後的判斷 我引述一下其中關鍵的一些內容 我到時候再請教您 裡面提到說直轄市縣市議會議員 於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時 其在選票上所圈選之內容 僅屬議員本身所保有之秘密 既非國家所保有之秘密 亦與國家政務與事務無關 自非屬上開公務秘密 這第一點 第二點他當然認為就不符合 132條第一項的洩漏公務員 洩漏國防之外的秘密文書罪 最關鍵是第三項 我要跟大家表達的是 它裡面很重要 質地有聲 鏗鏘有力的是說 直轄市縣市議員 應對選民及其所屬政黨負責 所以該等議員於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時 如果故意的量票行為 他的動機可能細為迎合選民監督 或出於政黨制要求所致 未必與金錢或暴力介入有關 我上午有您聽您的回答 您對於這樣的判決 以及刑事庭最高法院的決議 您表示尊重是這樣嗎 對 基本上我們尊重他 不過我們在個案判斷上可能 我們認為可以再討論 不過因為他們已經做出這個決議的話 那在具體個案上可能我想 檢察官日後在偵辦具體個案的時候 應該還是會參考這個部分的意見 好 那我來給你看另外一個圖表 檢察機關自91年民國91年至103年 政府議長選舉會選部分查查案件 執行情形 坦白講這就是台灣民主發展 一個必經的陣痛過程 但這陣痛也太久 從91年到103年 每一年在選政府議長 都有會選 每一年都有人沉淪 每一年都有人墮落 雖然國民黨占大中 但民進黨也有 這已經不是專屬於國民黨的問題 雖然它占大中是絕對多數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共同要面對的問題 你看整個數字裡面 315件 625人 橫跨在每一次的縣市議員選舉 跟直轄市長選舉 市議會議長 政府議長選舉 真的是一種恥辱 也是一個羞恥 所以當議員自律不可得 我們立法院就有責任 用他律用立法 我們來約束這樣一個行為 我首先要請教你的是 2010年 因為今天我看張宏路議員 委員在質詢您的時候 您有提到說 這個個案上沒有辦法判斷 到底是亮票還是不亮票 記名不記名 對於查查事情的這個優劣很難判斷 當然您最後認為一般來講還是記名比較容易查查 但是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 您知道2010年那個時候高雄市議會也發生了 政府議長相關的會選案件 然後這個案件裡面呢 當時的檢調單位的偵辦技巧多厲害 掉入影帶 看每一個議員 到時候他去這個投票的情況是什麼樣的樣態 然後呢還去驗指紋 驗指紋 驗那個票上面的指紋 看這個是誰的 我想請教您的是 這樣的偵辦動作跟技巧 就是為了要什麼目的 所為何來 就您的實務經驗來講 我想如果以那個刑法132條的謝祕罪來講 他主要是真的 不是亮票案喔 是會選案喔 在調查有誰收受賄賂因此而造成跑票的行為的時候 我想那個應該是一個佐證啦 就是我們早上已經有 剛剛有說過 就是說他的會選案 他其實就是他有請求期約或要交付賄賂的行為 就已經構成了 跟他之後有沒有做這個 對 那為什麼要去驗他的指紋呢 我想那個就是佐證啦 就是說可以加強法官對於他確實有違反 就確定這張票到底是誰投的嘛對不對 是 可以加強法官的行政 對 這就是關鍵 就是說 每一個人在最高法院的見解是認為 要為了你的所屬政黨 為了投票給你的選民負責 那你的負責有很多樣態喔 今天有一些委員認為說 我就是喜歡他請我吃飯喝酒 我就是喜歡他跟我做人際關係 沒關係啊 你投票你記名啊 你告訴你的選民 你就是這麼樣的 考慮這些人際關係 不考慮到你的政黨利益 不考慮到你的選民需求 可以 所以我要提的是說 您可以先請回 我最後要請一下我們的部長 我們在最後這關鍵的時刻 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歷史負責 歷史負責的意思 民進黨國民黨都有面對這樣的一個墮落的 也不一定民進黨國民黨 無黨及親民黨 大家都有這樣類似的情況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是站在改革的同一邊 不是站在改革的對立面 所以我已經知道你的答案 但是我就是要留在公報裡面做記錄 我再請教你一次 在現在民意多數 都傾向於認為說 應該要讓記名投票來彰顯 地方議員對於政黨跟選民的 這樣的一個負責的態度的時候 您還是反對記名投票這項修法嗎 我是說 從會選的角度 記名投票不必然的關係 那麼 但是記名投票對於 這個選舉人的自由意志的這樣的尊重 是比較不夠的 但是到底要採用哪一個方式 這個是可以討論 但是我也說明過 以我們徵詢縣市政府的這個意見裡面 有五個縣市 他是贊成無記名 兩個是贊成記名 那麼學者專家對這樣的記名或不記名 也有意見分歧的現象 好 謝謝 那您可以請回 最後的30秒裡面 我要特別跟大家提起一個人 他就是我們高雄市議員蕭永達先生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面 他不斷的被纏送 只是因為他負責任的量票 但是他堅持不認罪 他認為這就是他對於他的政黨 跟他的選民所做的負責任的態度 最後 經過了許多司法的折騰 最高法院 以及最後的判決 最後的會議的見解 還給他一個公道 我覺得我們在修法的這個時候 要紀念這個人 紀念他勇敢的行為 但是我藉此提醒所有的政黨 在待會審議的時候 每一個人所講的每一句話 所做的每一個判斷 都會為歷史做見證 做記錄做負責 我的個人的態度就是 應該採取精明投票 為人民為政黨負責 謝謝 生活警察 生活警察 好 那個所有登記發言委員 初步在坦外 一期經營發言完畢 我們尋答結束 那委員姚文治、段一康、洪忠義 所提書面執行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另請相關單位以書面答覆 本日會議委員所提 質詢及未及答覆的這個部分 請以書面答覆 好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法案的處理 請宣讀地方制度法第四四條 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之內容 民進黨黨團提案 第四十四條中 以無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 修正為以記名投票分別互選或罷免之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委員陳庭飛等二十人提案 第四十四條中 修正為分別互選或罷免之 並增列第二項 文字為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 至議長、副議長、各議人 由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 互選、產生、其選舉辦法、另定之 委員賴瑞隆等五人提出修正動議 第四十四條同段文字修正為分別互選或罷免之 採記名投票 第四十六條 民進黨黨團提案 現行法第一項第三款 末段 修正為 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 修正為 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委員林俊憲等十七人 同段文字 修正為 以記名投票表決之 委員賴瑞隆隆等五人提出修正動議 同段文字 修正為 由出席議員代表 就同意罷免或不同意罷免表決之 採記名投票 其餘維持現行法條文 宣讀完畢 好 好 那個 我們來進行協商 好 那 那個 我們休息五分鐘好不好 部長一點要離開 來 桌子搬一下嘛 休息五分鐘 來 要先早 要跟人家說 要先走 他自己先走 進行協助 上來 我想 好好好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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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公民會也使用 有啊 正環都有啊 對不起 你這個這樣高 你又變成透明化 其實 它的那個 負面還是有的 街頭 有啊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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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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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個 各位委員同仁不知道 有什麼意見沒有 來 好 我想今天早上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內政部 跟中選會他們 事實上已經有辦過公聽會 能不能請你們把那個公聽會的紀錄給我們 現在 我給我們大家一起參考一下 請次長把那個公聽會 當時的一些資料 跟當時大家的主張 是不是再跟我們報告一下 好 那 我想那個 上次我們在103點7月4號的時候 曾經也是為了這個事情啊 有 有請專家學者 那 大致上 我們早上我們部長也已經有 報告過了 就是對於 如果是以憲法來講的話 那 對事的話我們是記名 對人的話是不記名 那這主要就是 希望對人的話 大家能夠憑著自己的自由意志來 那 關於這個 縣市議長或者是地方的這個 鄉政民代表會的主席的部分 提到說要 要 記名 主要還是 著眼於這個所謂會選的部分 以及說為政黨來負責啦 大概是這兩個重點 那 對於會選 能不能 遏止 或者是會促進這個 政法兩面都有 有人說可能會助長 有的說可能是會對於 遏止這個 會選會有幫助 那至於是說對於政黨來負責的話 除了我們在立法院的委員選這個議長之外 地方性的這個民意代表機關 大致上 譬如說鄉政四層級的 由政黨來推薦的 反而是少數 是無黨級的 這個民意代表反而是多數 所以要為他所推薦的政黨來負責這個部分 可能也要多考量 無黨級的這些民意代表 他們是不是能夠接受 我想簡單 其實就是這三點 我想跟各位委員 簡略做個報告 好 好 我不知道其他委員還有什麼意見沒有 按照這個 我剛剛看了一下 陳廷菲委員跟 林俊憲委員的版本 林俊憲委員跟黨團 各位有沒有要表達意見 林俊憲委員會 林俊憲委員會 不 polít 應該地方他們的選舉寄民投票有寄民投票的風險 不是 甚至是直接寄民投票 對對對 所以 停飛腳把第二項這個部分 辦法另定制這個 不修正的話 那其實版本都差不多 主席啊 我要表達一下 因為其實那個 剛剛次長有特別提到 因為五黨籍的還是佔很多數 五黨籍的 他們是不必政黨推薦 但是你要是說 寄民以後對政黨負責 這個對五黨籍來講 而且還有一點 我認為說你今天要讓 主席就是議長或主席 能夠維持他的 中立 那你要是說整個寄民以後 這個大家知道 你誰有沒有支持他 誰沒有支持他 這個還是值得探討 我認為說你要是大家都是比較 這個要是能夠 因為上次高雄議長亮票以後 其實亮票以後最後責定是 那個沒有妨害秘密 那我認為說 既然我要挺你支持你 因為那個最後的大法官解釋 那個沒有問題 就是說沒有妨害秘密 秘密罪 那他就是公開 那公開其實我們 要是說今天才 你要秘密就秘密 你要那個那個 亮票就亮票 這個我認為是可行的 不一定說你會得逼人家說 你一定要記名投票 我認為這樣事實比較 民主的一個方式 你不能逼我說 我一定會得要亮票 那我要秘密投票 為什麼不行 對不對 你這樣對這個無黨籍的 真的不公平 而且議長產生以後 議長要中立化 但是我知道說 你沒有挺我 沒有支持我 因為你這個 記名以後就 整個全都錄了嘛 一要 議長會不會有一些偏頗 做任何事情 我認為這是有探討的空間 因為記名和不記名 都有他的正反面 我認為這個是 有探討的一點空間 大家研究看看 好 那個 來 趙天玲委員 接下來 莊惠雄委員 趙天玲委員先 好 大家都言之成理 那我的看法 我會認為 應該採取記名的原因是 最高法院的見解裡面 他有提到 不只是為所屬政黨負責 也有是要符合選民的監督 那所以呢 就是說 如同今天很多的委員有講 他有的是為了他的意識形態 有的是為了他的人際關係 有的是為了他的政黨 有的是為了他的選民 所以 其實 自由是相對的概念 你是一般人民 憲法要保障你的自由 因為你 對自己負責就好 可是民意代表是公僕 你已經被人民選出來了 你就應該公開透明 表態你的立場跟態度 議長他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求婚 那個是民主的修為 那個是他也沒有自己的 符合他應該的這個 民主政治的這樣那個 豐富度跟度量的問題 我不認為不應該在法制上討論 所以我個人主張 應該要對人民負責 也對政黨負責 所以應該敬民投票 謝謝 好接下來莊瑞雄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實務上 其實你說 不量票 不量票 其實 算出來的人也知道你不量票 不用受騙了 他也知道沒有錢 不量票 這個應該是 這樣的推斷應該是合理的 那另外當然 民意代表選出來以後 他一定是獨立判斷 獨立在行使他的一個職權 這個是當然的 但只是說 這是權的部分 但是負責任的部分 算出來後 我要回答誰 我要回答誰 我要做誰 這個都是民意代表 他自己是自主的一個判斷 可是啊 也不應該去忘記就是說 選民 他也可以依據你說 做的行為跟判斷 來做一個監督啊 所以我個人倒覺得說 這個紀明啊 他確實是有他的一個必要性啦 剛剛至於 其他 那個林委員剛剛提到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 要量票 不量票 看似全部都是自由 那當然都是自由啊 沒錯啊 但問題就是說 請不要去忽略掉說 選民監督的部分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 好 那個 還有沒有 來 陳天菲 其實這是一個責任政治啦 今天選民選了你 然後你就是要對選民負責嘛 那當然對於 你代為執行的這一個部分 它也是一個 選民監督的義務啊 那選民他就監督說 你今天投票到底是投給誰 那也做為他未來 是不是有可能 來監督你 甚至來評定你的一個方向嘛 所以我認為說 這個本來就是責任政治 也就是選民支持你 然後不論是各政黨 就算是現在有提出說 那對於五黨是非常不公平 怎麼會不公平 你今天也是有投票的意願啊 那你今天也是選民選出來的 那當然選民也有權了解說 你到底這一票投給哪一個議長嘛 或是哪一個副議長嘛 所以我覺得這是沒有衝突的 不會說因為他沒有政黨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做了記名投票 那影響他的權利 我不知道影響什麼權利 反而是讓全民來監督 這不是更好嗎 所以我覺得透明然後公開 這才是能夠把所有的選舉 甚至其實每一次選舉 每一次到了議長副議長 就是會生會贏 其實對每一個人都不公平啊 我覺得這是公平的原則 來 各位還有什麼意見 來 李駿議員 我想兩個重點 第一個部分 我們大家講說 選舉要普通平等直接無紀明 這是依據憲法129條來的 那這裡也講得很清楚 本憲法所規定之各種選舉 除本憲法另有規定外 那今天在尋答的過程裡面 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了 包括立法院政部院長的選舉 包括各議會的政部議長的選舉 都不是憲法所規定的選舉 它其實都是一種意識行為而已 所以意識行為就剛剛提到第二點 就是意識行為每一個民意代表 把它對人的支持對議案的支持 通通這個公開透明 在民眾之前表達清楚 這個本來就天經一地一的事情 那這個跟會選不會選 其實沒有必然的關係 所以今天的爭議點其實是在 這個到底是一個選舉行為 或是一個意識行為 只有在這裡而已 而不是說哪一個會選比較好抓 所以這個就很清楚 這更沒有所謂賴清德條款 或是怎麼樣的一回事 這個其實最早在第四屆的時候 就曾經有人提案過了 那上一屆包括趙天穎委員也提案過 那陳定文委員也提案過 所以這個非常清楚 這個只是要界定說 其實包括議長副議長的選舉 都是一種意識行為 讓所有的民意代表 向人民公開負責如此而已 好 那個陳昌明委員 呃 講的都有得力 但是選民你選那個議長 A的議長 選民不一定認同說 你選給他 所以我覺得像這個事情 如果立委會有規定說 院長 副院長領先頂出 我們今天要講得多 你們這裡可能我不知道 選過議長副議長副議長 我剛剛選過 選議長副議長副議長 有一項情形 其手一直在強調 真的要公平 縣市市長 直小市長就不能參與 幕後再操縱的 大概就是縣市長 跟直小市長 我這跟你們說太便 不用說得多厚 說得多錢便 如果爭取不下 你給縣市政府 依照地方自治條例交由議會 他們自己決定 你覺得台南市公 這樣不公平 你就去把它改為亮票 但是這裏面都有牽涉到 每一個議員的自由意志行為 我常常記得說 不要 像你們說不要聽國民黨的 你們要個人發揮意見 那黨的提名 大概都是依據 縣市長 直小市長的建議下去提名 只會爭執 一直不斷 你們早晚會碰到這樣的情形 假設一個黨的話 它勢力很弱的時候 只有一黨獨大 你們裡面都會去戰爭了 早晚都會 不能避免上這樣的情形 今天在討論這個 如果依照我今天所有分析 那是民主的問題 贏的叫兵輸 存錢怎麼那麼厲害 這樣又大贏了 所以你看這裏面有幾個縣市 你比較去分析一下 大概都能了解這樣情形 大家爭取不下 給各個縣市議會自己 制定他們的自治條例 到底有要記名投票 無記名投票 我們在法院也是說 院長 副院長 投票是以無記名投票 為基審的 當然要說議事行為 也可以這麼講 選議員也是個人行為 在議事會表述 不一定說 我們家裡帶一個 我一定在董事公台支持 國民黨經常去照片給我看看 所以不然說這樣論斷 那是這次選議員說給你們太突然了 怎麼民進黨自己沒有 控制好全部去跑票掉了 是這樣問題的 陳吉他為什麼不跑票 你看桃園市的為什麼不跑票 新北市的為什麼不跑票 只有那些在跑 台北市的為什麼不跑票 那些新的市長還不知道怎麼運作 不然你們都大營 我是把它提出來 不要用個別的觀點 把每個人移開 就覺得我把它忽視掉 也沒掉 那叫做突片種 想不到 你不要選議長 我這樣抱歉跟你們說一下 選議長、副議長 誰會吃你就會吃 這我跟他們說這樣很難 因為每一個都在算嘛 這沒貴跟一起去到底 所以我是覺得給地方 去自己決定怎麼去 議長、副議長的選舉辦法 那個賴瑞龍 接下來黃昭順委員 謝謝 我想 代議政治的精神其實就是責任政治 我認為其實重大的一些 包括政策跟人士 代議士他的態度 其實應該要讓人民清楚的知道 那當然也可以向人民負責 那當然 很多人擔心的問題 其實你做出了 決定之後 你讓人民知道 人民有機會在四年後 再幫你做出決定 你可以 下次他可以支持你 或反對支持你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我認為其實還是要 才進入投票讓人民知道 那至於剛剛有提到很多的 個案的部分 不管是賴清德、陳菊 各地方的 其實地方上已經很多的弊病了 那我在高雄市的 看到的經驗是 高雄市其實是人民 憤怒的聲音很大 所以採取很多方式 才讓整個票的意志 讓人民清楚知道 那也有一位議員 他也因為投措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才說 其實這一塊我覺得 人民意志還是應該是最清楚 讓人民來做最大的選擇 記名投票才會對人民負責的表現 那至於我有提出一個修正動議 其實也是文字上修正 其實跟民黨團的版本 跟民進協議員版本差不多 只是我把記名投票 這件事情稍微抓出來 那可以給各位參考 好 謝謝 好 那個黃昭順議員 我想全國有蠻多的 早上我們那個質詢的時候就有講到 尤其是五黨級的部分 佔有的全國的人數是百分之三十幾 那這百分之三十幾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一定程度 我們必須要尊重 那記得去年我們在選 監察委員投票的時候 民進黨的總召柯建民 打死了叫我們都不能亮票 我想大家應該記憶猶新 就要拼拼的時候 大家都說絕對不可以 那我想每一個政黨提名的人 到底優或者是烈 其實每一個可以投票的人 包括我們這些立委 包括那些議員 都有一定程度的看法 所以去年我們在投這個 監察委員的投票的時候 把他否決了 有史以來否決最多的 有史以來否決最多的 所以我們在幫政黨背書的時候 什麼叫民主制度 或者這個民主制度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處理 這是第一個我們必須思考的 第二個 當時那個高雄市議會 的那個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的判決的時候 我今天早上質詢的時候 我當時那一天 部長就講說 要把那個案子送給大法官會 去解釋 但是到今天都沒有 所以到今天為止 沒有人敢說 這個案子有沒有違憲 就是現在提出修憲的這個案子 有沒有違憲 我覺得這是第二個 我們必須考慮的 第三個是剛剛次長講的 就是說 當時我們在做公聽會的時候 的確有兩派 相當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不是具體跟主席做建議 我們要不要再開個公聽會 或者是 我還沒有講完 你的 我還沒有講完 你要尊重我講完 那因為你打擾我 你打擾我 我就要把他講完 所以我具體 我還沒有講完 對不對 你 那個維持一下會長思維 對啊 你不維持思維我就講不下去 第四個 你們剛才說 要去投票的人 一定要亮票給人家看 或者一定不亮票給人家看 那才知道說 他到底有沒有支持 很抱歉 我當過三屆的議員 當過八屆的立委 我還沒有說 我投議員的時候 投議長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亮過票 那趙委員在高雄也知道 陳天馬議長一定知道 我是投票給他 但是我一定不會亮票 因為我還拿過 然後什麼什麼清流勇章 那一類的貶子還在 那所以要不要亮票 這是在於 各個民意代表自己的自主性 要不要亮票 而不是說你把我規定 我沒有亮票 但是我投了很良心的票 那是我自己對 我自己要負責 而不是說我必須要對政黨負責 我覺得這樣的講法 有一點言過其實 這是我的意見 以上謝謝 好 那個各位委員 還有沒有什麼意見 好 那個 假如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處理 這個 因為程序上 剛剛國民黨有建議要公聽會 但是我是建議說 因為公聽會內中部也辦了 那內容大家也都知道 社會對這個議題的討論 也是 逐漸的 這個 大家 在社會上大家都很了解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決定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決定 反正在公聽會 出來的意見還是兩種 那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104年的 行事庭會 也做過 相關的一個決議 那 這個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這個給各位委員參考 就是說 投票自由 大家要講投票自由 其實這個跟投票自由無色 你亮票 沒有亮票 還是說寄民 沒有寄民 秘密投票的保障 要不要保障 或者是說 應該要適度的揭露 讓社會民眾也能夠了解你的投票行為 跟我們的地方自治的選舉裡頭 這個是不是涉及到買票的這個部分 這個也是大家一直在過病的黑金政治 所以 這三項理由 這三項大家考慮的一個重點 這個我們必須去做一個決定 所以 我是不是建議這樣 假如大家 沒有協商的這個 沒有什麼 大家能夠互相妥協的這個結果 我們就來 按照我們的議事的程序 我們來做一個處理 那假如不同的黨團 不同的委員有意見 那我們再去超委協商再來做處理 我們委員會還是要做處理 所以我們都不會這樣 可以啊 這是 對 當然 我們有什麼事情 我們今天 我今天沒有這麼改 來 那個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每一個縣市議會 看他不要不要 問題無牙民也是這樣要求 沒有啦 這個人有 這意見不一樣嘛 就出來意見不少 沒有啦 這個大家 想說嘛 事業都關門在發市主義 這個什麼感覺 這個還被保障滿票 沒有啦 這個 這個 買票 買票 每個國民黨不買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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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買票 我覺得沒差啦 我給大家探訣啦 都會買啦 沒有啦 那個法務部 跟來前部說 這如果自民投票的助長買票 那說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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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買票了 然後我們還有量票給他們看 看說 喔 我有頭 我叫你頭 助長 會選啦 助長會選 其實會不會會選喔 會不會會選都是 對阿 如果要買 有量票沒有量票都會買啦 阿他如果量票喔 他不敢買啦 其實齁 你今天就是記名齁 他正環一樣都有啦 他記名的時候 你承諾人家 保障人家 你承諾人家 到時候你還是會遭受恐惡要挾 甚至於 這個都會啊 正環面都有 他不可能只有一面而已啦 阿另外一面說好 我有寶寶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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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樣照常啊 這次正環都有 不能說 為了 杜絕會選 你就是寶寶才不會會選 沒那個事情啦 大家心知肚明 對不對 不寶寶才不會會選啦 他剛才法務部是怎麼說啦 阿我的意思是說 你跟你說 不管是秘密投票也好 或者是 你願意 把他 這個 量票 等於是兩樣都可以 那是讓人家自由選擇 阿對 阿不量票你叫秘密投票 你不要說硬性規定 你會得親民投票 我認為這樣子 反而 更活一點 阿人家無黨籍就說 我憑什麼 我要親民投票 我一定要 我又對 對什麼 對哪一個黨負責 對不對 我認為這個一定要讓人家有一個選擇的權利 按照憲法規定 地方制度的 這個 地方自治的事項 是法律保留 所以在法律裡面 我們要規定 你不可能說 授權給地方政府 A縣是 跟B縣是不同 這個是有一致性的規定 所以這個是在法律上 我們要去做處理 我們要去做處理 我們要去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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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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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我們就來處理啦,要不要 對啦,因為這又說下去,坦白說啦,拖時間而已 大家意見也不一樣啊 我們不要比較多 好啦,這樣啦,這樣啦 好啦,我們來處理啦 越說越該聽 好 人家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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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個,我們學生告一段落,我們沒有朝野大家的意見不同 那我們就按照我們的意識規則來做處理 我們從這個,來來來,各位注意,來,一個案一個案來處理 來,我把程序完備,我都按照意識規則 來來來,要叫那個立志線撤掉 來吧,修正當 好,那個,小段 好,那個在,我們從有修正動議的先來處理 來,最遠的那個是什麼 哪一個,哪一個案 賴委員的案,在哪裡 好,賴委員,這個先嘛,這個嘛 好,這個賴委員 好,賴委員的委員策案,然後接下來處理哪一個 好,我滑一下,我滑一下,黏不掉,來 那陳丁菲委員的案,策案嘛,好,大家沒有意見,好 還有一個誰的案 阿林俊縣委員的案,策案嘛,好 那按照民進黨黨團擬據的地方制度法第44條及64條修正 46條,46條條文的修正意見通過,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沒有意見,我們就修正通過 來 好,地方制度法第44條及46條修正草案 並按審查王俊,你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本案,要不要經過黨團協商 好,本案不經過黨團協商 那,是不是有本席在院會討論的時候做補充說明 要協商 好,要協商 好,本案 這個協商不協商,有委員表示不同的意見 好,那我宣告,本案經黨團協商,各位有沒有意見 好,那本案我們要經過黨團協商 那,這個還是我嘛 請推拜一位委員討論本案時做補充說明 請,有本席來院會做補充說明,可以嗎 好,謝謝各位 還有一個臨時提案,先讀一下 委員賴瑞隆等五人提出臨時提案 鑒於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 唯一人民團體法立案之政治團體 依人民團體法第34條規定 人民團體應每年編造,後面漏預算二字 決算報告,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並報主管機關合備 令根據政黨及政治團體財務申報要點第七條規定 政黨政治團體應於每年5月31日前 向受領申報機關 含報上一會計年度之決算書表 且根據該會聲明表示 其每年接向國稅局申報稅務 然該會立案多年 卻從未依法將預算決算 報主管機關合備 為經立法院多次要求內政部 督促複聯會提報財產狀況 該會人未具體回應 原此要求內政部需匯同財政部 於一周內提供該會歷年 勞軍捐及政府機關捐助補助 複聯會之數額及複聯會之年度 預決算報告資產負債表及財產目錄 該會於期限內 若未依前述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內政部應依人民團體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進行下列處分 一 側免其職員 二 限期整理 三 廢止許可 四 解散 並將處分結果 向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宣讀完畢 好 請問各位委員 對於這個臨時案天安有沒有意見 來來 等一下 補充我意見 來 請問各位委員 關於這個提案 我們大概非常了解 委員們對於這個複聯會等 這些政治團體 對於這個財產 能夠向社會來公開的這個事情 的堅持 那我建議 因為關於目前 我們人民團體法在修正的方向 對於這個財務的部分 是要求它公開 但是以目前為止的話 如果以按照現在的這個提案 就請內政部 應依什麼什麼 或是人民團體法的58條 等等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 我們覺得是屬於這個 行政機關的行政材料 按照那個規定 所以我建議是不是在內政部的前面 改成建議內政部 依人民團體法相關規定來辦理 這樣是不是 我們當然也會按照 因為前面有一個 一個一週內 能夠集體 其實我們也不止一次 那上次 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 我們也有建議是說 一週之內 我們會再去拜訪他們的負責人 就這個問題跟他們討論 所以新事情 大家能夠斟酌一下 來 這個部分 其實 戴委員的提案 我在總質詢也問過 那這個部分 就是人團法58條 本來就有規定 如果人民團體 不依照你們58條的規定 他本來就有撤銷許可 這些方式 所以如果你們不照做的話 就是應做為不做為 58條 所以這個部分你們應該 都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子 話 我們對他低度管制 沒有這回道理 現在是再次做決議 提醒你們 趕快去做這幾件事情 好 市長上次的時候 在部門執行 你答應我一個禮拜內 要拜會他 結果後來你沒有去拜會 你只是發個文去 他回來他一樣 還是給你拖 所以我跟李俊委員 我們的共同看法是 其實你有作為的空間 但是內政部辭職不作為 在人團法的第58條 人民團體有違反法令 章程或妨礙公益事項 請事實 主管金剛得以警告 撤銷其決議 停止其業務是一步或全部 並限期令其改善 借其未改善或情結重大者 得為阻劣之處分 一 側免其職員二 限期整理三 廢止許可 四 解散 所以你們完全是有空間可以做 但是你們持續都不作為 我認為你們是在縱容復聯會 所以我強烈的 希望能夠今天通過這個決議 然後給內政部一個更大的壓力去 要求副聯會 那如果副聯會再不願意提供的話 不願意面對國人對戰性的要求的話 那我要求你們要 這個做這四個下列四項 給副聯會做一些處理 以上 好啦 這樣 我建議一下 就跟寫說內政部應一任何第五十八條規定 處理 若拒絕提供資料或調查 那謝其未改善 則怎麼樣 借其未改善要求他進行下列處分 好嗎 剛才說內政部應一任何第五十八條規定 進行 進行處理 對啦 借其未改善清潔重大者 得 借其未改善 應進行下列處分 內政部應一任何第五十八條規定 若借其未改善 或清潔重大 該會於期限內 若未依前述要求 進行改善 對啦 這樣有了啦 對啦 若未依前述要求 定期改善 好 文字做這樣的修正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 就進行到這邊上會 其實我只能說 脂肪 以後 如果不停化 沒有意見 有十八條 那會不會出現 嗯 沒有 沒有簡單的 大家有沒有 你問一下 沒有 剛剛修正部的版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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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